玉令正法重现,当推手楞严大经 若欲忏悔灭罪或欲行出示善法,力大功德 欢迎随喜畅入大佛顶手楞严经 VCD DVD 法师需及时,良机不可施 法师需及时,良机不可施 灵魂的灵魂 能力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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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言经讲义,11332 下星期只戴嫩言经义冠就好 下星期是五月十二号 戴嫩言经义冠就好 这第十五套今天会 嫩言经讲义会到一个段落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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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嫩言经讲义 一、三、三、二 我们讲到了四空天的第三天 叫做无所有处天 经文 空舍既亡 世心都灭 十方极燃 迥无忧亡 如是一类 明无所有处 这个对初学佛法来讲 这一段很难去理解 只能从字面上去大概体会一下 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解释一下 空舍既亡 前面 第一天 四空天的初天 是灭舍归空 四空天的第二天 它又是灭空归世 现在连这个 世心都灭 所以空舍既亡 这是指前面的两天 这一天 世心都灭 在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所谓的灭 就是暂时的福住而已 降福的福 不是真正的灭 真正的灭 极灭的灭 唯有福陀 证得到究竟真如的人 他才有真实的灭 要不然这里的灭字 它只是文字上的用法 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讲 说叫做灭 其实是福 暂时福住而已 十方极灭 千万不要弄错 这个跟真如的极灭 绝对不同 这个极灭 虽然也没有什么能说 就是类似的意思 应该讲的话 比较严格来讲 叫做十方 类似 极灭 讲接近 非真如之极灭 迅无忧往 忧就是所往 永无所往 这个忧就是所 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接近没有能说的境界 明然 明然 永无所往 就是接近 但是还存在什么呢 还存在阿赖也的 无分别的无名当中 落入了阿赖也是 无分别的无名当中 简单讲 粗糙的能说 接近的降服 但是呢 维系的 这个 所谓的 真如自信 这种 究竟之处呢 他还是不能理解 跟体悟 所以这个 接近的 的这个 没有能说的 就维系到 凡夫 没办法去观察 所以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 到这个时候呢 十方 既然呢 明然 迥无所往 落入了阿赖也是 无分别的无名当中 如是一类 明 无所有处 这个就是外道 二十五明帝里面 所执着的明帝的开始 外道 他的境界 到这边 已经算是极致了 他不用真如本性 更古以来 贯通 十方三四 他是到这个 点上 突不破 看看注解 是初天 是灭射 归空 把这个射法 认为有挚爱 把它 关空 又归空 那么这个空 再继续进去 发现只有四 次天 灭空 就归四 唯有四星 故也空射既往 四星 这指摸纳 半分 维系 有存 这个是指什么 半分 维系 有存 是指对内 执着 第八意识 简单讲 就是以第八意识的 见分为 自我 那么 修行人所破的 就是我执 还有法执 那么破了这个 我执 就是小圣 所讲的 正阿罗汉果 一种 方便的一种 捏盘 那么如果断了 法执 那么就是 就近捏盘 那么这个 半分 半分的 维系 摩拉意识 一直存在 存在什么呢 存在对内 执着 第八意识的 见分为 自我 简单讲 很维系 很维系的 法的执着 还有维系的 俱生我 只没断 此天 以言 四星 善 反能 破 定估 是这一天呢 认为 以言的四星 善乱 反而能够 迫害这个 定律 因此呢 就凭借 这个定律呢 把那个 优为 精细的 半分 就是半分 其实啊 就是对内 一伏 不行 只是 降伏 不起现行 所以叫做 这个时候 叫做灭 而不是真正的灭 实质 持灭 并不是 如阿罗汉 阿罗汉 是什么 阿罗汉 在旁边写的 人空之 他有人空的智慧 佛流叫他 要照见 五印皆空 他有这个 本 本灵 本灵 有这个智慧 并不是 阿罗汉的人空之 没有这个功夫 他能够 种 种子的吸气 还有 现在的吸气 剧断 总线剧断 下面 就是极定中所证的境界 半分维系寂静 唯有阿罗汉独存 阿罗汉是无分别 维极十方 明然 极然明然 窘无忧望 忧就是所 不复前进 进不了 这个是外道 昧为明地之处 这个明地 就是外道讲的万法的开始 万法的开始 如是一类 明无所有处 什么叫无所有呢 色法也无所有 空也无所有 是还是无所有 皆无所有 因此到这个地方 定力就相当的深厚了 但是因为他没有人控制 所以没办法证得阿罗汉 接下来1333 就飞飞响触天 飞飞响触 就是飞响飞飞响触 看经文 视性不动 以无尽中发现尽性 如存不存 若尽非尽 如是一类 名为飞响飞飞响触 这一段一般初学佛法也看一定看不懂 视性不动 这视性不动 这样子语意不够圆满 如果加一个本字 那就更清楚了 视性本来就不动 所以加一个字叫做本 视性本来就不动 并没有来气生命增减 各位 我们的修行就是要这个下手处 一定要不生不灭的泥槃妙性 这样你才能够直达佛的最究竟意 所以许多人误会了佛意 认为八大宗派 要拿一个比较殊胜呢 其实在究竟意来讲 都是一样 都是那个心性在作用 念佛六字 阿弥陀佛 你不能离开心性 华言不能离开心性 威士不能离开心性 禅宗及心及佛 不能离开心性 八大宗派 其实回归到究竟 还是同一个真如自性 所以这个视性本不动 本来不动 底下就把它解释原因了 在这一天出状况 出问题出在哪里呢 以灭穷衍 那个本来不动体会不出来 因此就强迫 但是强迫以灭 只欲穷 想要欲穷衍尽其性 就是说我要把它所有的通通灭掉 通通灭掉 舍啊空啊 用强迫的力量 简单讲就是勉强 用强迫 用意 把它灭掉 强迫要把那个视性灭掉 欲穷尽其性 可是呢没办法 因为视性本来就空 他这一层不了解 就投上安头了 对不对 以灭之欲穷 眼尽其性 以无尽中 以无尽中 在我的本性是无碍 是无尽的 但是强迫了 发现尽性 强迫发现 亦尽其性 这个就是投上安头了 视性 本来就空 我就用这个 强迫的力量 亦尽其视性 结果呢 糟糕了 就变成 弩存不存 弱迫 强迫 这两 这八个字 通通在讲 视性 弱存不存 这个视性呢 虽存 但是呢 又不起现形 就像 长灯啊 半灭 我们这个灯啊 烧烧烧烧烧烧到 最后了 没什么光亮 但是没有全部灭 灭了一半 就类似 长灯 半灭 所以这个 如存不存 是什么意思 就是视性 虽存 但是呢 因为它不起现形 所以等于不存在 就是如存不存 底下也是 若近非近 这个也是解释 视性 什么叫近呢 虽然这个 见到这个视性 已经近了 看到了视性 不起作用 以为是近了 事实非近 因为它不是佛 非近就是 因为没有佛论 真正的究竟的 断掉的 无法遏止的功夫 其实未近 非近就是 其实不近 弱近就是 虽然见到视性 不起现形 已经近了 非近 其实未近 错用功夫了 如是一类 名为 非想 非 非 想 处 把笔拿起来 非想 中间要加一个 有 非有想 这样子语意 才清楚 说到这个境界 非想就是 它其实 完全不想 就是这些 视性不存在了 非 非 非想 那个第二个非 就是无的意思 就是无 所以在第二个非字 旁边写一个无字 那么你这样才看得懂 非有想 非无想 就是 这个视性 非有想 已经不存在了 非无想 可是又好像 还是存在 所以修行搞错方向了 就麻烦大了 对不对 没办法 究竟 去成佛 结果 要跑错了方向 跑错了方向 因此 用强迫的功夫 所以师父一直讲说 不要投上安头 一直强调 不要投上安头 你今天你念佛 也是这样子的 因此 师父的主张 你一定要看内在的智慧 说我师父 我今天 我经典不听 我也不了解 心性也不明 我每天朝三 经典每一个字 一拜 每天送地藏经 这个行为 值得赞叹 能吃远苦 是了不起的 这个动作是对的 但是问题 了解解如木 行如主 你没有眼睛 你怎么走路 为什么听经文法 会列为如此的重要 因为解就像你的眼睛 你眼睛好好了 说我要去哪里买个东西 就很方便了 脚怎么走 眼睛看得清楚 现在眼睛都看不到 就是 就是我们走 经教不通 心性不明 不听三知识的欠道 然后刚愎自用 执着自己的角度是对的 不把视野 更客观 更理性 更智慧的看待 这个修行的场面 因此他的内心里面 没办法 一直提升 知道要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他去问了 很多的善知识 师父 那我烦恼来怎么办 念佛 把这句佛号压下去 把这句佛号压下去 那有一个 我去那个中部的时候 有一个 四十五岁的一个富人 也不算是很老 她说我呀 以前就是这样子 他烦恼一起来 他就叫你 你怎么都不要管 就是你阿弥陀佛就好了 也不要看经典 人家没有开悟以前 不可以看经典 我说没有人这样规定吧 不会吧 她说就这样 我说那念佛念了几年 我说我念佛念了十五年 那你觉得怎么样 你有一天 你有没有 有时候压不住的时刻 她说对 就有时候真的压不住 那是怎么办 就没办法了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讲了 你只想一句佛号 好好地念就好了 不要管它 对不对 烦恼起来的 我说 有这一类的根器 是这样对的 上根立志的 也许人家前世经典 已经看完了 念起来 念这句佛号 没有烦恼了 可是一般人来讲 没有这种功夫 你一定要了解 佛的心思什么 体会佛的心思什么 你没听说过吗 无明是人类无量 溢起来最长的恶梦 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无明就是人类 无量起来最长的恶梦 这个恶梦 是你投胎到哪里 这个恶梦都跟到哪里 这个恶梦就跟到哪里 所以一切的众生 从来没有停止过恶梦 没有啊 没有啊 因此啊 不管你投胎在哪里 你投胎了悟这个无明本空的道理 那我就问这个妇人说 好那你既然是念 念佛就好 那我现在问你 什么就是无明义 无明禁 你解释一下 他说我哪懂得这一些 念佛念了十五年 什么都不看 什么都不听 对不对 我说你还是知识分子 你还读过书呢 又不是乡巴佬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不听经不闻法 那这个是穷途末路的 你还好好的念佛 没有错 有一类的根气 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敬佩 但是师父的主张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自古以来 解跟行 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你一边行 你就一边 一定要解 一边解 你就一定要行 所以广化律师 从我以前亲信过他 他绝对反对 在尖叫不通 心性不明 借力的 开则词犯不懂 就独自一个人 跑去深山闭关 或者是禁住 这个是广化律师 从头到尾都是非常反对的 因为他的座下的学生 很多都是军人 因为他是军人出身的 认为自己很有办法 结果自己就跑到深山里面 每一个人 包括那个上校 有的人上过战场的 那么勇敢的上过战场的人 修行就统统出状况 就经教不通 心性不明 也不清净三知识 所以 这就是诸位 今天我们有一年来研读 佛陀的这个愣言经 这个是非常幸运的 看底下这个 那也独存 称为士性 士性即是藏性 藏性由来不动 就像本经所说的 常住妙明 不动周远 什么叫不动周远呢 就是心如如不动 同时周遍 同时圆满 叫做不动周远 习比凡夫不达私利 凡夫不了解 但见那也坚固 不可动摇 以灭定之力 以灭定之力 怎么样 深穷延续 一无尽当中 强以发现 本来就无尽了 本来就是周远了 可是他不是 他硬要脱上安头 所以强以发现 一尽其性 这本来性就存在了 他反过来要逼迫 逼迫他 然士性不尽 有两种 一则 士性 就是葬性 凡圣 皆无可尽之力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本来就是 树穷三纪 横遍十方 对不对 二则 从种子的角度来说 则凡外 为丙如来 凡就是凡夫 外就是外道 为丙就是依 凡夫外道 并没有依如来 一支智慧的教导 断种法门 断种子的法门 在这个种子 就叫做生成的习气 用种子一般人 种子其现行 现行性种子 一般人 还听不是很了解 就是内心深处的习气 维系的习气 就是断种子的法门 诸位 你要断种子的法门 一定要有空性的思想 而且这个空性 是比起本来就空 所以下手处 就是没有下手处 所有的没有下手处 但是处处是 处处是 所以断种子的法门 终不可进 那么三国的阿那汉 圣人 还是顿根 亦非禁之士 还没有这个能力 还没有进这个能力 此天既以进其性 由定力逼迫 事性虽存 而不起现行 所以说 如存不存 好像 残灯之半面 所以见事性尽 其实未尽 所以说 若尽非尽 是残灯之半明 如是一类 名为非想 非非想处 非想就是非有想 非非想就是非无想 所以有的人把这样 非有想 非无想 称叫非非想处天 正麦云 末后的环事 曾如存不存 以劫非想 曾若尽非尽 以劫非非想 得去与麦 盖非想 即非有想 非非想 即非无想 受八万大劫 翻过来 一三三四 此等穷空不进空里 从不还天 圣道穷者 如是一类 名不灰心 顿阿罗汉 若从无想 之外到天 穷空不归 迷漏无闻 便入轮转 在这一段 特别的特别的重要 走对路跟走错路 一个是很悲哀 一个是很庆幸 看下去 解释一下 此等 此等什么意思呢 是解释 世空天 这世空天 我们就知道 就是世空天 为什么叫世空 统统在穷就 空的道理 叫做世空 世让他空 空也让他空 世也让他空 当然就是穷空 这个世空 世空处 此等世空处 都是在穷空 但是又不进空里 且注意 这个静是什么 静的旁边 写四个字 彻底了悟 又不能彻底了悟 真正的空里 这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你穷空 要懂得空的道理 所以有一个 北部来 的居士 来到讲堂 来到讲堂 我说你亲近哪里 他说 哎呀 我亲近某某地方 我说 赞叹 你上来 平常叫你怎么修行 他说 我的师父 平常叫我们 光空 光空 那我告诉他说 那如果诸法本来空 为什么 要投上安投呢 诸法本来就空 为什么要光空 他说我们上能凡 没办法 我说 你要光空 就停止在空 所有 就找一个有 你知道吗 你两边 就找一个中道 所有一个中道 所以知道吧 大物件性的 不能立一个空 你诸法本来就空 你为什么要立一个空 也不能立一个有 诸法如幻 如何真实的有 所有的法 都是元气法 如何真实的有 也不可以立一个中道 这个哪一个中道 儒教讲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 那我什么 要问你 哪一种情形 叫做中庸之道呢 怎么拿捏 叫做中庸之道呢 你说 不偏 不激 不偏激 不偏左 不偏右 明白中调 中道 对不对 诸位 连左边右边 都没有哪来的中道呢 这个道理 如果你了解了 就了解 所有的名相 都是人类 安立出来的 一个善巧 方便的假相 一个名词 修修佛道 千万不能死 在名相里面 悟道 是真实的 究竟解脱的 真意 不是说 你今天 你立一个空 实在空 立一个假 实在假 立一个中道 实在中道 有的人说 哎呀 我看了这个磨合子官 师父 那不是子就是官吗 我说 好 就你这个计划来 你以何念 来指何念 他说 我用 或念 来指前念 前面是妄想 我用一个智慧 来指前面那个念 我说 你这念 还是妄想 你想 子性本空 没有东西可以指啊 你用后念 来指助前念 那 那 有哪一念 来指助你这一念后念 对不对 我动一个前面是忘 前面的那一念头 是妄想 我现在动一个 智慧的念头 来 来把这个 把它妄想 除掉 我说 能除的这个 这个观 就是妄念 诸法本来就空 你为什么要观后念 来除掉前念呢 他说 师父那我就不关 我就不关就一次 永远一次 没有了到 一天 机会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观空也不对 不关 不关也不对 不关是一次 观空 无穷 我说你发了一个 无穷尽的果实 无穷尽的果实 所以有的人来问说 师父那 那我要怎么修行 有一个 写中观的来 那是惠律法师 我来请示那个问题 你看过中观 我说 是看过 那你 觉得什么是中观 我说 一观通通 没有叫做中观 那你写什么观 他说我写中观 那谁来观中呢 对不对 书法本来就空的 这个道理 下说处 就一定要击灭 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没有任何的能够 绝对就是绝对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讨论 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 你要没有这种功夫 你永远不可能理解佛 是超越语言文字 跟意识形态的东西 完全摸不着门 你就是念佛 磕破了头 都不晓得佛意是什么 再看下去 这次等穷空啊 又不能彻底的了空 从五 加一个五 从五不还天而来 五不还天而来 再经过世空天 道穷者 圣道穷者 如是一类 就是从五不还天 然后呢 因为根气太烂了 人家从这个五不还天 直接就跳出去三界 他不是 前面也就讲过了 利根的人 从五不还天 直接就跳出三界 他没办法 他还经过世空天 多修了二十万大节 不是二十节 是二十万大节 人家三国的圣人 从五不还天 直接就跳出三界 这一类的差的根气太差了 他倒还要经过世空天 圣道穷者 如是一类 明不回心 顿阿罗汉 什么叫做顿阿罗汉 多绕了一大圈 绕了一大圈 近二十万大节 才出三界 若从五想天 这个还好呢 还有机会出三界呢 那么底下就更糟糕了 若从五想天 诸外道天 因为一只穷空 强迫令他空 叫做穷空 不是用本来空 不了人空制 这个时候因为穷空 不了人空制 结果了不归 不归是什么意思 不能令空 了体性本空 硬是强迫让他空 所谓的迷漏无闻 迷漏是什么 迷于有漏天 有漏天就是生灭的 迷漏就是迷于有漏天 把他 最严重的问题 问题是呢 做无为想 在这里你要写几个字 才看得懂 迷漏 这是迷于有漏天 做无为想 把它当做这个地方 哇我已经修到了 很了不起了 达到了 福都无为了 走错路了 自己不知道 所以真正的在座之位 走错路的人 你把他欠 他欠不回来的 是不归路的 这个就是 清净的一个上人 走错路 那个师父的观念 之间错了以后 这个徒弟要搞三十年 都回不来 回不来 有机会 回光返照 转回来 这还有机会 要没有转过来 那么这一辈子就 白白的浪费了 无闻 辩路轮回 无闻是什么 五多文献 就是说 不听经 不闻法 外道 不听佛语 不晓得 有人控制 有法控制 怎么样 叫做无闻 五多文献 辩路轮回 辩路轮回就麻烦了 随其树叶 依然流浪着 六道 所以人家说 六道轮回 是最遥远的旅行 我们这一旅行下去 人家说 我们如果到美国去 十天 换几个 几个 旅舍 注意注意注意 就回到台湾来 这个六道轮回 可不是这样子的 生生世世都在断 就在换这个身体 生生世世都在换环境 六道轮回是最长的理由 它是生生世世的 如果你这辈子 第一 如果你有空性的智慧 那么达到涅槃 变出三界 这个是靠智力 那没办法 我们还有一尊慈悲的阿弥陀佛 认真的念 智力 还有靠他力 行识善业 我们听经文法 就不退洗 兼顾自己的道 绝对只要有上课 绝对不会窃洗 兼顾了文法 为什么呢 要不然你就变成 外道叫做无文性 无文性什么意思 叫做无多文性 一个人他听经文法 听上了喜悦以后 他时间到 他很高兴 洗个澡 穿个整齐的衣服 我今天要去上楞严静 内心里面怀着一颗快乐的心情 今天不来 明天也麻烦 后天久了以后 他就反正去也听不懂 在那空空晃晃 不如在那家里泡地喝 他就不想来了 一次两次 三次 越来越立 离得离佛道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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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随其树叶 依然留足六道 轮转六道 所以看着截 此便慎凡 出罪各业 罪就是罪弱 一个是粗三戒 一个是罪入六道轮回 就是一个是粗 一个是罪 那么罪就是罪入六道轮回了 各意就差别 此等是指 四空处穷空着正脉隐 初天穷色令消 穷色令消 第二天穷空令武 第三天穷色令灭 第四天连那个弑性 硬是要把它尽 在这之外 弑性本来就无尽了 穷性令尽怎么可能 本性本来就无尽的 世性本来就无尽的 这个叫做头上鞍筒 修错了行 盖前面恶穷净 后来恶是穷心 欲令心境俱空 故总为穷空 不净空离者 反外为了人空之理 小胜不达法空之理 何况圆顿之子 心境本空 其代消灭意 在这诸位 这八个字是很重要的 不是本心 写法无益 你一定要了解 信空是指 世心 净空 因为本来了无诸法 都是缘起 都是空无自信 都是生灭法的 所以 为是一心 为是真如 为是击灭 真如自信 所以心境本来就空 空就是没有能锁了 能言的世心分别 所缘的西方的外境 其实都不可得 其代消灭 你为什么要消灭 消灭它 本空就会变成不空 动一个念头 想去消灭它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给你 给你听 比如说 比如说你恨一个人 假设说 这是举例子 比如说你恨一个人 这个人已经死了 恨一个人 是吧 那么在座之谓 他死了以后 拿对方的相片 每天咒骂他 咒骂他 咒骂他 那么这样 这个恨就没完没了 他已经死了 不存在了 所以 你要本空就是 他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 你就不要挂一个相片 每天咒骂他 或者念他的名字 每天咒骂他 他会激起 不愉快的回忆 不愉快的回忆 所以了解是 哎呀不存在 那么 没有能锁 这个时候就消灭了 所以不需要再动念 强迫自己 要把它 进这个空里 所以 从断起不了 你只要动念 想要断 就断不了 你只要动念 要断他 就断不了 就像我们那个同学 跟师父去打佛机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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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妄想很多 同学 我现在妄想很多 那你怎么修行 他说我观想 关公那一支大刀 关公那一支大刀 那个妄想起来的时候 那支大刀就砍了下去 那支妄想起来 大刀就砍下去 我得跟同学讲 你那支观想 关公那一支大刀 那支大刀也是妄想 都说对 应该把那支关公大刀放下 你想断嘛 妄想起来 我就把他砍死他 我说妄想 不是尸体 越砍越砍越不死 越砍就越多 知道吗 了无诸法本来空 何须要用一个 头上按头的方式呢 所以这个修行方法 要是不懂 无明烦恼 想尽办法就是没办法 此下方明 圣凡出罪 谨鲜明 圣能超出三界 言比诸飞翔天中 若从五不还天 修习圣道穷空而来 以穷空力经历的四天 断四地祸 因为每一地有九瓶 所以总共三十六瓶 这个以前都讲过了 正我空里 成阿罗汉 集出三界 如是一类 明不回心 顿阿罗汉 简单讲就是 多绕了四空天 加二十万大解 多修行二十万大解 言不回心 有恶意 一则于射界顶 不早回 没有早转 愿有七空之心 述成阿罗汉 所以在五不还天 就直接出三界 二者 成空 成空 自己 不早回舍 小 取大之心 向菩萨圣 所以我们常常讲 要发菩提心 要发菩提心 明顿阿罗汉 乃是对前面 立根而说的 立根者 乃不经四天 不经四空天 记住 你只要记住 立根者 不必经过四空天 少修了二十万大解 那你看速度多快 所以走对路 跟走错路 是很严肃的问题 因此师父重复讲掉 是灵科百年不开悟的 不可一日走错路 那修行也走错路 那么就是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经典又那么深 靠自己看又看不懂 因此听经文化 要列为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 一三三五 赤明凡夫的 最路轮回 言彼注飞翔天中 若从无想 诸外道天 穷空不规则 若从无想天 就是外道了 广告诸天当中 但为休息 有路禅定 就是强迫 让他的想 妄想变少 没办法断 无想 就是那个四心分别 那个妄想 越来越少 就像那只鱼一样 被冰冻起来 不能动 那么明年的夏天 解冻以后 那只鱼又活起来 穷空者 则迷有露天 咒无为想 无多文献 不知三界之内 无有安身立命处 所以八万节满 无所归托 即当下坠 而入轮回 随其树叶 依然流转出去 即所谓 绕境八万节 终是落空亡 这个在警告我们 修行 一定要一次搞定 这一辈子 你来投胎 来做人生 难得献出家像 出家像 就是要多一次 大丈夫像 佛就是大丈夫 所以凡是出家 出家像 就是佛像 出家像 就是佛像 那么在家居士 你看我们像 唯末节祭司 看起人家 唯末节祭司 也是相当的有功夫 所以不是说 祭司就不行 不是祭司就不行 所以做一个 了不起的祭司 问 后经为无想 忘之灵反 这临终心棒 罪欲 何得而入 四天也 但心棒 多欲 见或有之 中间呢 也有 那么无想同分 无想共同分当中 根性万书 万书就是千差万别了 未必各个 皆然 也不是说 每一个都会 伴佛 伴菩萨 不是这样子 无想天宗 受五百大劫 出半劫灭 后半劫生 为什么 出半劫灭呢 出半劫 定力比较深厚 妄想 四心的把它灭 后半劫呢 定力扶不住了 妄想 又冒出来了 这灭食 好像是没有 但是因为它不是人控制 是生的时候 妄想 还是存在 所以 灭妄念的时候 好像不存在 这个四心分别 可是一生起 妄想的时候 这个四心分别 又存在 一有 一凡有故 焰有 去空 所以修事空定 何主一也 底下通分凡胜 阿难 是主天上 各个天人 则是凡夫 业果仇达 达进入轮 彼此天望 即是菩萨 有三目的 见次增进 回向圣轮 所修行路 阿难 是主 天上 是主就是 一些包括凡夫 天上就是 六一天 四禅 四空 就是诸天 那么这些各个天人 这是凡夫 为什么 凡夫没有正圣果 业果仇达 你种什么因 他就仇达你什么果 就是业果仇达 仇达就是报答你 我们是在 知恩要报恩 有因果关系 你造什么恶因 你什么善因 都有仇达 那么达进了 回报进了 继续入轮回 彼此天望 就是圣能 彼此天 天望 是指圣能 即是菩萨 有三目的 三目的就是 三昧 见次增进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些圣能 都视线不同的身份 他的行 见次而增 为就见次而进 叫做增进 所以为什么叫做 见次增进 简单讲 所有的菩萨 视线的地方 他都做了 很大的福德 很大的功德 度尽无量无边众生 也十无众生可度 就像游戏人间一样 所以有三目的 有来到人间 来到天上 对正圣国的人来讲 等同游戏一般 有三目的 见次行真 然后未进 行是指修行 见次而进 然后未知 就见次而进 趋向于无上的究竟 佛果 回向圣伦 所修行路 注意 所修行路是什么意思 所修乃是愣言大定 妙修行路 不若轮回之路 叫做所修行路 所修行路 就是圣人所修行的 都是妙修行 什么叫妙修行 都是以愣言大定而修行 简单讲 如果你有能所心 就是有轮回心 今天如果说你做一个大和尚 或者大法师 或者很有能耐的出家人 在这之位 如果你不能妄想 那么你就是没有办法能所 比如说你做了 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可是你战争自习 说我度了多少众生 我比别人行 这一念就是轮回 这一念就是轮回 很可惜了 你度了那么多的众生 确实用轮回心 在看这件事情的态度 你就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麻烦 所以在这之位 你做了大善事 做了大功的 记住师父这句话 连这个动念 说我做了大功的大善 连这一念统统舍 这个是绝对的善 绝对的功德 翻过来 1336 此明诸天 天王还有天明不同的 是出天上 通子六一天 四三天四公天 为主五不还天 是善能够 五不还天以外 各个天人 都是凡夫业果仇打 打进入轮折 业果对业因而言 此等天人 因中为修有路的善业 十善 八定等等 为始功业 而六一天 四三天四空的业果 以仇达之 善应得善果 定应得定果 定啊 就是心定 禅定的定啊 你修禅定 就得到禅定的果报 你修空定 就得到空定的果报 以仇达之 众获胜福了 不过仇达 前因而已 所以啊 这个就是轮回 就算你修得了胜福 只不过是 回报你以前的善因呢 这些享受完了 就麻烦了 这天的福报 总有一天 会享受完了吗 天福寂寄呢 就善入诸趣 如意托 南福天然 因中在山中西定 众鸟尊宣 嫌其窥闹 成动一念称心 最好有意 非离 将其识尽了 因此其 其此一念 后修定升天 升到飞翔飞翔天 你看这个功夫 多了不得 天报又报完了 堕落 非离之身 因为他已经有动过 要 堕过 这个 非离之身 要将其识尽吗 所以啊 不要 动到哪种念头 问 上界无恶 何以堕落山土 打 仗世的种子 历节也不枉 注意看这个 所以为什么讲 为事这么重要 啊 仗世 种子 这个种子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浅尝的能量 什么时候 爆发出来 不知道 就像地层底下的 岩浆 什么时候 火山要爆发 你不知道 叫做仗世的种子 历节也不枉 谁比 属种 属种 就是成熟 已经成熟的种子 你这辈子 人的 种子 成熟了 做人了 有的人 成熟了 成熟了 种子 变狗了 在座之后 我们这个色生 由不得我们自己的 哎 并不是说 爸爸要生你就能够生 如果没有业力 怎么跟你 奶奶都来做 这个父子或者父女啊 或者母子母女啊 是谁比手种 任命而多 七简三途 理应不可惜 所以如来苦劝呢 老实念佛 待业往生 诸位那个业是指善业了 不是叫你干恶业了 要待善业往生了 当然我们有些 五逆十二重罪 灵命中一念 受善知识的劝导 盖盖往生背啊 然后撒金光明沙 代代做了 还有往生的激励 不过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往生基督世界是现在的事 往生是现在的事 现在就要把它搞定 而不能到你命中 所以在这诸位 每天我们念 弥陀经里面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会看经典人 这一句就够了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少善根 不能往生 少福德不能往生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不可以少因缘 也不能往生 少善根 少福德 少因缘都不能往生 那么简单讲就是 多善根 多因缘 多福德才能往生 所以在这诸位 看经典不能弄错了 老实念佛 但业往生 横超三界的 极出生死 彼之天王 即是菩萨 有三谋地则 彼等之天王 非是反复 即是大圣菩萨 主以三谋地 游戏神通 即位天王之位 既物立身 成就己得 见词真正 回向圣伦 所修行路 行就是见词而真 为就见词而尽 无非见词天位 回向无上菩提之果 以示物后之修 以修行细节 回世向理 以入圣人之轮类 在这诸位 这里有一个 很重要的含义 是什么 就是这辈子 修行人 不管你扮演 什么角色 是主管机关 也好 是医生也好 是老师也好 你在工所上班 也好 在银行上班 在保险公司上班 都没有关系 就是你扮演什么角色 记得在你那个团体 做最有利益 众生的事 但如果说 我们这些 都是普通工 都没什么神经 那么就找你有缘的众生 师父就交代 要度我们这些 可是这些人 都没有什么善根 都没有什么善根 一切众生 妄想很多 每天都是 想空想缝 对不对 想空想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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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想就一大堆 你今天你在哪 出家众也好 在家祭司也好 你在哪一个 时空 扮演什么角色 都没有关系 你就一定要 利益 一切的众生 就像 你像以前 我在一个道场 献祭司生的时候 也放生 我是最热衷的 放生 师父这个放生 可多了 到唱功那边 我来放生 哪里的放生 放生 放生的放了很多 因为那时候 在家居士 有能修的 就尽量修 是不是 那时候 读到大二的时候 有时候 也请不到老师 老师 或者是法师 也很忙 那么我们那个 佛学社社长 就是 那一千 你就起来 跟人家上上课 也行 我觉得这个好 那有一次 在这些 唱功那边 在这些会 那个教授 教授 那一天没来 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教授没来 我正在厨房 然后就 师父讲 说等一下 你还要去上课 我从三四点 煮饭煮到现在 两个前十一天 我还要去讲 好好好 那就当这事修复 赶快放着 吃到早上 赶快就去准备 就去上课 为什么 无乎不休 无善不休 只要有因缘的 我就尽量 帮助人家 所以菩萨 给人方便 给人希望 尽己之心 截己之力 急功尽瘁 时而后已 这个就是 修福德的 一个心态 心态 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说修行者 乃能言大定 即所谓 妙修行路者 是也 水不落轮回 1337 阿难 十四空天 身心灭尽 定性现前 无业果射 从此 代宗 名无射见 说阿难 十四空天 身心都灭尽 定性现前 无业果射 在这里 你一定要记着 四空天 没有射身 但是有定果射 就是威信的 定在那边的 为什么 定在那边 就是四心 四心就是有相 从此 代宗 到了这个境界 名就是无射见 此皆 四空之名 阿难 十四空天 前面两天 身境前空 十四灭尽 或两天 四野不齐 十四心灭尽 身心既已既灭 定性现前 则在定的时候 所有的定果射 定中随化 一阵 生境 自在受用 在这之位 你一定要有个 正确的观念 当你今天 升到天上去的时候 你一出生 所有的四周围 的环境 都跟着你显现 都跟着你显现出来 快乐无边 快乐无边 所以到天上 几乎都是享用的 不是像人间 像人间 像人间的就苦了 人间唯一可以安慰的 就是可以写佛 像有一个卡债 欠卡债的刷刷刷 才刷几万而已 经过五年十年 说什么 包括你是冠冠的 说八万 将近两百万 我现在这个卡债 是很辛苦的 他说很多人 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跑去自杀了 所以在这个人间 要吃一点点饭 还得下功夫 很辛苦的去挣一点钱 很辛苦的 升到天上去不是 大部分都是享福 一去的时候 整个环境 十一住行 通通去住 显阳论这么说 为定之在所生色 也就是 因为定力 所以这个一报正报 通通是很殊胜 但是也是生灭法 是也无业果色者 也出定的时候 没有一界四界 两界所感的一阵子业果色 正迈云 身心积极一阵皆空 圣言观之三词是神 世中有耶 简单讲 类似中阴神 但是又不是中阴神 从此代中代着道 从出空处 而到非响处 是为三界终极一词 名无色界 但凭定力 战无一阵 非正运空 永绝业果 看下去 此界不了 妙觉明信 既旺发生 旺有三界 中间旺随 既既成立 不特切裸 各从其类 解释一下 这一段很是重要 此界不了 这些都是因为不能了 什么 我们本妙 本节 本明之真心 妙觉明信 要这样解释 就解释得很严满 叫做 本妙 本节 本明 真心 真心就是不生不灭了 就是不了解这一颗心 所以 既旺发生 什么叫做既旺 因为没机会听到佛法 累积了种种希望的心 一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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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旺有三界 所以既旺而有这个三界 这个佛在经典里面说 你千万不要讲说 你看着 really wanting to philosophers 这是宿FS 这是社界 这是无社界 在座位 预界 社界 无社界 通通在你这颗心来判断 不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有底层、中层、高层, 所有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全部论心。 因为那是旺的,正义恶报,三界里面的正义恶报都是虚妄, 虚妄本身就没有实体可得, 所以唯心来论断,才能把三界解释得严满。 简单讲,内心的三界就是贪嗔痴,就这么简单。 你贪嗔痴不断,三界的轮回你就跳脱不了。 所以理上的三界,就是贪嗔痴这三种心, 这最强大的一切的烦恼,都是有贪嗔痴演练,演化出来的。 这个是理上来说,从事相来讲,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 但是这三界,其实是由内心贪嗔痴, 粗或细的妄惑所引起的,叫做妄有三界。 意思就是,这三界没有实体可得。 只是因为众生的坚固的贪嗔痴,而是幻化出来的一个不实在的三界。 中间忘水。 中间忘水,因为没有空观,没有空会的思想。 所以认为是实在的,认为是实在的。 为什么? 因为都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有的人到一个节庆日的时候, 就准备了很多饼干,中秋夜饼,就铺在地上, 然后等什么,要看月亮。 要看月亮。 等到12点多了,一点了。 月亮就开始了,稍微出来,因为云层太厚了。 对不对? 噢,月亮出来了。 然后就大家,鼓掌,噢,月亮出来了。 噢,月亮出来了。 到最后,然后就回去了。 头盖崖起来,月亮每天也这样。 还有,就是这样子啊。 好,我们去哪里看日出? 噢,好。 然后去阿里山,去坐火车。 我有看过那个MIT的台湾字。 好,看看,然后怎么样? 去了,很早就要起来了,很冷的早就要起来。 然后,去去去去,要看日出。 Sun rest, sunset,夕阳嘛。 Sun rest,要看日出。 然后,有那个围观很多人,很多人。 太阳出来了。 然后,那个影片就摄影起来,鼓掌。 噢,太阳出来了。 头壳坏掉。 太阳本来就没有出来,没有下去,都是这样。 只是地球在运转,每天都这样子啊。 对不对? 没有下阳,就是这样子啊。 你要不要看这行,你要不要看那行,要看啥呢? 有什么地方看? 就是这样子啊。 没办法,因为众生嘛,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英国有个女孩子,她跟我不一样。 她对野生动物啊,很有兴趣。 英国一个小姑娘,她是这个野生动物。 她就独自一个人,跑去非洲。 去非洲。 结果啊,去非洲。 跟什么?游玩。 跟猎豹。 猎豹你看过,那跑的速度最快的。 5秒钟可以加速到。 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很快的。 结果那个猎豹花蚊很漂亮嘛。 然后这个,这个英国的女孩子啊,因为很疼这个野生动物。 结果她就不晓得那个是野生动物。 她野生动物看起来好像被训良了,被信服了。 结果她手啊,去摸摸那个野生动物啊。 这一摸啊,她以为有攻击性。 一下子反过来就咬住她的脖子。 咬住了。 这个人瘫痪。 现在在急救。 现在在急救。 哦,现在在急救呢。 有生命危险呢? 今天的报纸里,新闻报导就报导出来。 我早就跟你说了, 如果要非救你们解析就好。 这个就是讲得很清楚啦。 你看,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不看,就看那个野生。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今天碰到猎豹你还有救, 你碰到恶仪就没有救。 恶仪那个咬合力一千三百磅。 一咬下去就是一千三百磅。 一千三百磅。 那个咬合力,咬合力你听得懂吗? 这个牙齿的一咬合下去, 你什么你都拖不出来, 拖出来剩下一半。 你这个身体被恶仪咬下去, 你脱出来剩下一半。 你拖出来, 你的身体剩下剩一半而已。 早就跟你讲了。 所以,你也不用说我带叔来看, 你都好恶仪,你改气就好。 看到这个报导,我吓一跳。 他冲着脖子咬下去, 听到那个清脆声音, 现在还在急救。 很不容易养一个女儿, 读到大学毕业, 她因为热爱野生动物。 这个,我师父在度众生也是这样。 众生有一年的,师父度。 众生在看很恶恋的, 在招一阵之间的, 我都把它判为野生动物。 反过来, 有一天反咬我一口, 不能渡的。 不是每一个众生都能让你渡的。 所以, 你要接近那个环境就是这样子的。 要了解, 那个野生动物是很可怕的。 这个女孩我看是不会活的。 从脖子咬下去怎么会活。 所以, 你不能看见那个野生动物很可爱哦, 很可爱哦。 小心哦。 这中间忘水, 去去成立, 不特切。 不特切就是受取去。 受取去就是, 一次又一次的投胎。 一次又一次的投胎。 叫做受受的取藻, 诸去受生。 叫做受取去。 不特切哦。 简单用一字。 用一句比较你听得懂的话, 就是重复的轮回。 重复的改头换面。 重复的改头换面。 重复的轮回。 叫做不特切哦。 用你听得懂的名词就是这样子。 叫做受受取杂, 诸去受生。 不特切哦。 各从其类。 一三三八。 此总结三界, 皆是希望, 至四王,至天王, 以至飞翔, 皆由不了自己本性的, 本妙的觉性, 本名的真心, 此性本来至妙, 寸实不挂。 寸实不挂是什么意思? 一点都不执着。 简单讲就是无所住。 语法无所住, 叫做寸实不挂。 若有所住, 即成非住。 此性本来至名灵光毒药, 圆脱脱的光灼灼的, 清净本难, 而密三界。 一阵, 本不可得, 有不了故, 所以从迷击迷, 以妄其妄。 前面讲的那个, 言脱脱, 光灼灼什么意思? 光灼灼, 这个灼灼, 就是光明的样子。 所以清净本难, 而密三界的一阵, 本来就不可得。 为什么? 诸法本来就空啊。 所以为什么叫做, 离一切相, 极明诸佛。 因为三界的一报, 正报, 都是空无自信。 所以, 维持一心, 维持真路。 你千万不要说, 我修行, 我要修出什么东西。 错了, 修行, 没有修出什么东西。 修行, 是越修越没有, 不是越修越有。 哎, 然后你就会得到, 拥有大有, 大有的体, 大的像, 无量庄严像, 大的智慧的妙用。 哎, 所以在这, 诸位, 三界的像, 金观色, 有后面的, 啊, 体, 真路的体, 等着我们。 有无量的庄严像, 等着我们。 诸位, 菩萨不怕牺牲, 再多的钱都不是。 啊, 身心不可得, 也不是。 后面的无量的庄严, 在等着我们。 哎, 无量的智慧, 在等着我们。 这就是诸位, 如果你不肯舍掉, 贪嗔痴, 简单讲, 你的舍心不够, 你后面的无量的庄严, 你就开发不出来。 所以, 诸佛菩萨, 之所以, 能够有真路, 有妙智, 有无量的庄严像, 都是从哪里来? 从能舍。 从能舍。 有不了故, 所以从明已经迷, 以望其望, 岁有, 夜相转向现象。 夜相转向现象。 夜相就是无名夜相。 转向, 就是能所不断。 现象, 就是现种种的假象。 那么这个在能够经讲的, 跟这个不一样。 能够经讲的是, 每一世都有夜相, 转向, 真相。 三种细相发生, 由三系, 极有六出。 在诸佛之位,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由三系这个境界, 都是菩萨的境界, 凡乎没办法解采。 就是三系, 极有六出, 或夜苦三, 系皆具备。 所以妄有三界, 中间妄随七夕成立者, 中间, 及三界之中间, 妇随妄业成立七夕, 以受其报。 八十天中, 无量节夜种既有, 谁何种夜成熟, 及去何去受报。 去就是像, 何去受报, 不得切若, 此番有情, 有因受取去。 为, 诸有情, 其佛照夜于三界中, 受受取早, 诸去受身。 各从其内者, 为各从自己的夜阴, 而受同类之夜果, 所以文中美言, 如是一类。 诸天去, 底下是四种阿修罗。 父赐阿难, 十三界当中, 富有四种阿修罗。 阿修罗简单讲, 有天的福, 但是没有天的德, 也就是德性不够。 肯布施, 可是成恩心很重。 肯布施, 但是成恩心很重。 是翻译阿修罗。 阿修罗。 这阿修罗啊, 跟阿罗汉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人呢, 写信啊, 来给我闹笑话了, 他说呀, 我最近啊, 不知道啊, 为什么脾气这么不好, 我快要变成一个, 本来是要变阿修罗, 结果写信来写成, 我最近生气, 生了很多的气, 啊, 师父, 我已经快变成阿罗汉了。 他那个阿罗汉跟阿修罗, 搞不清楚, 常常生气是指阿修罗, 他把他写成, 哇, 师父, 我已经快变成阿罗汉了, 那也不错, 那就尽量生气咯。 阿修罗阿罗汉, 这两个名词都搞不清楚, 闹笑话了, 是不是啊, 是翻译阿修罗, 又引阿修罗, 乃是翻译楚夏, 翻译就是印度啦, 楚夏就是中国啦, 余切啊, 论这么说, 意为非天, 古德, 翻译的最恰道了, 有天福, 无天德, 在这诸位, 有天福, 就是肯布斯, 肯布斯, 可是很有志气的执着, 就是称恨心很重, 称恨心很重, 称恨心很重就是, 希望别人呢, 能够认同他, 至尊心呢, 优越感, 怎么样, 喜欢当领导, 喜欢当这个团体的一个负责人, 结果呢, 虽然肯布斯, 中了一点福, 可是呢, 称恨心特别不好, 碰到一点小事呢, 大小声一直骂, 这诸位啊, 这个称恨心呢, 就是晴天霹雳啊, 前面讲的, 啊, 十夕阴, 六交报, 称恨心, 是下地义的阴, 下地义的阴, 所以, 我们常讲, 天外有天, 记得, 在这个世界上, 比我们行的人很多, 行的人很多, 就义无端正, 啊, 常阿含经这么说, 阿修罗的生灵, 是很端正的, 生男子就多糗肉, 从来来赞免, 按佛续谈期去, 接从列向圣, 现在这个阿修罗, 列于最后, 于此, 因为他具有士气, 胎卵司化不一样, 扶持阿兰, 是三界当中, 按诸经论, 修罗所居住的, 视为举一界, 今年三界中的, 根据上课, 妄有三界中间, 妄随其去成人, 故隐三界当中, 富有四种, 阿修罗的种族, 而分为, 暖身阿修罗, 胎身阿修罗, 世身阿修罗, 化身的阿修罗, 瘦身, 而分天, 人, 鬼畜等等, 种族虽然有事, 亦性多称, 性多度, 在这之后, 嫉妒性是不可以有的, 尤其是男孩子, 男孩子的嫉妒性很强的, 那一念搞错了, 那就非常麻烦, 你要看看连续那个, 连续剧, 随便看,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然后也不是人家, 也不是他的老婆, 只是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半年了, 一年的手, 这个女孩, 她的女朋友只要跟另外一个男孩子, 多讲几句话, 渡火就上神, 拿刀子砍死对方的, 拿刀子砍死对方, 还开车子压死对方的, 所以在这之后, 男女的事儿, 一点都不能勉强, 勉强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这是我现在讲的不是佛法, 是世间法, 所以你如果现在正在谈恋爱, 你有些是年轻人嘛, 记住一下, 任何的勉强的婚姻都不会幸福, 都不会幸福, 所以女孩子呢, 不如在于其嫁一个你爱的人, 不如嫁一个他爱你的人, 他爱你多一点, 那么你就可靠, 但是这个也是会有变数啦, 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 婚姻嘛, 是永远找不到目标的指南针, 航行在大海的茫茫大海的指南, 找不到依靠个港, 如果你认为, 如果你认为说, 我今天结婚了, 依靠一个男人, 就一辈子都幸福, 有人是这样, 但是可遇不可求, 真正的会活的人, 一定要依靠佛的智慧, 简单讲, 今天你无论碰到什么的逆境跟状况, 有男人没有男人, 我都一样, 用佛的智慧来过日子, 你这辈子就是解脱的人。 如果你依靠某一个人, 他爱你, 你才会得到幸福快乐, 那有一天, 他不爱你的时候, 你不就去死咯? 要很清楚, 简单讲, 依靠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靠, 都靠不住, 都要靠自己。 这个全世界最可靠的, 不是财产, 不是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全世界最可靠的, 就是内心的这一颗智慧的佛性, 嫉妒师父的话, 这个就是你心中大智慧, 就是你这辈子最可靠的,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 就是好朋友, 也会背叛你的。 当然碰到好朋友, 支持你一辈子的, 这个是你的福报。 所以佛陀, 在这个阿汉经里面讲, 说, 在这个生灭无常世间里面, 背叛,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你会背叛你的好朋友, 在座诸位, 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 什么? 如果你面, 有什么特殊的秘密, 在座诸位, 这个世间, 在无常法的世间没有所谓的秘密。 讲到这个出卖的问题, 你看, 男女之间, 是那么爱, 爱到死去活来。 记得, 男的在有一天, 时间跟空间转变, 威胁到他生命和利益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出卖你的朋友。 女孩子也是一样, 他深爱着一个男人, 没有错, 可是, 如果有一天, 碰到, 他生存受到威胁了, 生命受到威胁了, 他的生活受到威胁了, 真的不这样子活不下去了, 他会选择背叛他的男朋友。 简单讲, 我不是说, 叫你不要相信你治自己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告诉你, 我们这个生命无常的世间, 许多活着都会有突发状况,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谁, 你的最好的朋友, 什么时候会背叛你? 不知道。 那背叛的那一天, 你也不要太伤心, 太难过, 因为他这样子才有办法生存。 那么, 你这样的牺牲, 让他完成他的背叛, 他可以活下去, 高兴就好。 无中生有毁谤你, 也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他这样过得快乐就好。 这个就是达官的人生观。 底下, 说, 种族虽然, 种族虽然有事, 以性多称, 行多度, 度尽, 以性行多相类也。 所以称恨心, 又难逃阿修罗的果报。 若以鬼道, 以护法力, 沉通入空, 此阿修罗, 从软而生, 鬼去所舍。 如果以鬼道, 怎么样? 以这个善的愿力, 还有善的心, 怎么样? 来护法的力量, 成神通的力, 入空, 入一界, 入空界, 来安住。 这个时候的阿修罗, 它是从软而生的, 鬼去所舍。 所以这个阿修罗, 是有兄弟姐妹的。 若以鬼道, 是此类, 前面, 言, 彼言从鬼去, 以善愿善心, 护持活法, 或护精, 护咒, 护戒, 护禅。 以依法修行之能, 皆得以护法称之。 由此善业利固, 舍笔鬼去, 来入其中, 以护法为因, 果中更甚。 所以在座之位, 我们一定要发言, 护持正法。 发言要护持正法。 发言护持正法, 再一次功德回向极乐世界, 那么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 护法的功德不得了。 有的人讲说, 我要不会讲经说法, 那没关系, 那你就把师父的光盘, 把他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 你就把他推广出去, 你跟你的理想一样就可以了。 法不一定是你讲, 有时候师父讲法, 那么你出钱出力, 把他推广, 这个就是护法的正因。 国中更甚, 谁能沉通, 入空, 借居之。 此阿修罗, 从暖而生, 暖身非空啊, 然后因果泪鬼, 所以鬼去所射。 这是诸位。 这个暖身, 先看中间, 1339中间, 那个黑字体的, 小的, 任恶, 别则去射, 别是去射。 那诸位, 把米拿起来, 暖身鬼射, 是, 市民, 类似的是, 是, 一般的平民。 二, 胎身人射, 阿修罗胎身的, 怎么样? 人, 是尘, 大尘的尘, 类似大尘。 第三, 化身天射, 是王, 类似国王。 第四, 是身, 畜身所射, 类似奴婢。 连阿修罗, 都有分贵贱。 暖身, 鬼射, 是人名。 胎身, 人射, 是大臣。 化身, 所射, 是国王。 世身, 畜身所射, 就像奴婢。 这个阿修罗, 也有分贵贱。 好, 接下来, 胎身, 人射, 翻过来, 1340, 若以天中降得贬罪, 其所补迹, 林亿日月, 此阿修罗, 从他而出, 人去所射。 这个文字都很简单, 解释一下, 如果天中在天上可能做错了事, 被降得贬罪了。 其所补迹, 所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呢? 林亿日月, 林亿日月就是接近在日月了。 此阿修罗, 从他而出, 人去所射。 若以天中降得贬罪, 是此类前因呢? 也比在天中降得贬罪啊。 怎么样? 执掌书这么说, 射天以犯行持身, 欲天以扫义为德, 若犯恨烧亏, 情欲烧重者, 其为降得贬罪天位, 最若修罗, 福报是天, 住处一等, 其所补居怎么样? 林亿日月功, 下接人间。 所以我们人间看得到太阳, 还有看得到月亮。 阿修罗也是看得到太阳, 看得到月亮。 正法念言, 有阿修罗, 住在虚明山侧, 欲界中化身大小, 谁能做? 即使内言, 是阿修罗, 从胎而出, 人去所射, 情重被贬, 所以敢从胎出。 因此胎因情有故, 因此你下一辈子不想投胎, 成人, 第一, 情之不要太重。 第二, 你不想投胎成阿修罗, 成恨性不能太重。 那么你如果说, 今天看了这个, 这个, 任眼镜以后, 发现说, 生气只有坏处, 没什么好处, 妒忌只有坏处, 没什么好处, 我才不想要投胎, 转世成阿修罗。 从现在开始, 不要生气, 不要嫉妒。 不要生气可以啦, 那你不要嫉妒, 那可能没办法啦, 比如说, 你老公被你的小三抢走了, 小三小四小小, 我都排在后面, 你不嫉妒, 我才不相信咧, 我都不相信, 对不对, 对不对, 啊, 为什么, 那时候, 今天来听听经啊, 参考了好啦, 对对, 啊, 真的有小三出现了, 那就不一样, 我的称心, 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我的称心啊, 我的称恨心啊, 哎, 好像一把火, 这个很难的啦, 所以说, 说说可以啦, 要做得到, 哇, 这个难啊, 这个难, 是情义同仁, 故为人气所色, 接下来, 化身天色, 就像王啦, 这个比较有福报的阿修罗, 有修罗王, 支持世界, 力动无畏, 能以泛王, 及天地事, 赐天真权, 赐阿修罗因变化有, 天气所色, 这个就比较高档一点的, 有阿修罗王, 支持世界, 他的神通之力啊, 能够怎么样, 动彻诸天, 撼动, 动就是撼动啊, 动彻就是撼动, 诸天啊, 诸天啊, 看到阿修罗都吓坏了, 能震动啊, 无畏啊, 他敢什么, 敢跟大凡天啊, 怎么样, 还有那个天地事啊, 诸天真权啊, 争这个权费啊, 就像, 就像我们呢, 人间呢, 发起战争了, 发起战争了, 此阿修罗因变化有, 因变化有, 那么天气所色, 有修罗王者, 简易修罗之众, 此类, 没有说前因, 以果相推, 当然是从人去而来, 以人中有立业建功之机, 有真王图霸之谋, 事不从心, 春度一齐, 所以敢为修罗王, 福报一同天人, 支持世界, 啊, 这个, 这个, 讲的有一点类似啊, 曹操, 有一点类似曹操啦, 嗯, 曹操就是夹天之意啊, 以号令诸侯啊, 结果啊, 所有的汉啊, 这个, 这个大家都, 了解他的心意, 他想要创位, 可又不敢, 一言不记住, 这支持世界者, 啊, 正麦淫, 亦能欺欲鬼神, 祸福人间, 如孔雀经, 有修罗所罚, 罚, 的意思, 所罚之意, 这个罚, 就是警戒语啊, 警戒的意思, 这个戒啊, 还要加一个言之部, 戒力的戒, 左边要加一个言部, 警戒叫做罚, 是有修罗, 所罚之意, 其意可见, 这些是有修罗, 所警戒之意, 其意, 啊, 他意思是很容易了解的, 力动无畏者, 力就是神通之力, 动就是侧, 能动侧诸天啊, 而无所不畏, 诶, 敢跟诸天打拼啊, 是不是啊, 所以能以泛王啊, 及天帝士, 四天真权, 灌顶银, 泛王小千之主, 第四三十三天中尊, 四王四周都统, 各有专师, 修罗不赦, 杜心其真, 一切其浅, 十来一战, 等于第四真权, 而四王为先锋, 四王战子不慎, 方暴第四, 第四又复不慎, 于是辗转其利诸天, 乃至泛王, 处理驻战, 此阿修罗因变化而有, 天气所射, 此阿修罗福德利大, 不受胞胎, 乃因变化而有, 能化身大小, 大子化身十六万, 八千游行, 手汗, 汗就是摇动啊, 手一手一碰到西米山, 西米山就摇动, 手汗西米, 只要用一只手一摇, 西米山都震动, 手汗西米, 西米山就摇动, 地四宫殿在西米顶, 摇动不安的心神恐怖, 后地四出, 后地四的兵出战, 令格林摩沃波罗波罗蜜多, 而得大圣啊, 而得大圣啊, 有一个老法师啊, 提讲经啊, 讲了这个, 般若心经, 因为他的腔调啊, 很, 很重啊, 中国大陆啊, 有的这个省份啊, 他的腔调很重, 然后他就, 他来台湾讲经嘛, 然后他就讲, 这个般若, 然后这个老菩萨又听不太懂, 不听不太懂啊, 他们就说, 这个, 要坐下来啊, 有听没有懂, 也有善根啊, 然后就, 这个玻璃, 玻璃, 然后就讲了五天的, 听了五天的玻璃心经啊, 这阿婆啊, 撞不住说, 这就听不懂, 每天都说这个玻璃, 这玻璃他有什么怎么说呢, 这玻璃就是汤阿门, 汤阿门就是玻璃, 这, 怎么说到那个玻璃, 来, 来, 我说, 老菩萨你听的时候, 回来, 我去听, 每天都说玻璃, 这听不懂啊, 好, 这个老法师现在已经恍生了, 好, 我说他, 我说, 不是玻璃, 是玻璃, 每天都这样说啊, 我就是听不懂, 哎, 这没办法了, 这书读的少, 就是, 还是书人家, 一点点啊, 阿修罗, 乃化小生, 入于偶尸孔中啊, 此乃明变化之势, 系天气所色, 接下来是诗生, 有水气的地方, 叫做诗生, 阿难, 别有一分, 下列修罗, 生大海星, 沉水泄苦, 但有虚空, 木归水树, 此阿修罗, 因湿气有, 畜生去色, 看诸解, 一三四二, 翻过来, 一三四二, 你这文字都很简单, 是不是简单解释, 看诸解, 阿难, 别有一分, 有一类的, 下列的, 比较差的阿修罗, 住的不是很好, 另有一部分, 就是福利不胜的, 属于下列, 以上对论, 化身者是王, 胎身者就像大臣, 暖身者就像人民, 世身者就是奴婢, 就像世奴婢, 身在大海中心啊, 沉下水泄之口, 水泄是指围吕, 围吕就是下围了, 围吕就是下游的意思, 出口了, 下游的出口, 在碧海之中, 其处有十, 阔四万里, 当百川之下围, 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旅, 而为旅主主, 这个旅是什么意思? 这个旅, 就是水所聚集的地方, 叫做旅, 就是这些阿修罗, 所住的地方, 是聚集很多的水, 因为他是世身嘛, 故也为旅, 乃海之泄, 泄水之口, 但游虚空者, 白旧游虚空, 一共去世, 木归水树者, 黑夜归水树, 以席牢义, 持阿修罗, 因湿气而有, 出生去世, 生以大海之当中心, 泄水之泄口, 故隐湿气而有, 其呼泡就下列, 食食, 随得死, 出得未美, 这一类的阿修罗, 很不好, 刚吃的时候, 不错不错吃, 吃到最后, 变成泥巴, 最后一口, 变成泥巴, 就表示你吃得有狗, 吃得有狗, 出得未美, 刚吃东西的时候, 这个胃很好, 最后一口, 就变成泥巴, 他这个还写得不好, 写得不够, 我看这个经典, 在这之后, 我看这个经典, 阿修罗, 他每天最苦的地方, 不是这个, 不是吃东西, 阿修罗, 他有住了这个宫殿, 他每天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时间, 从远处就射箭, 箭就射过来, 标枪, 标枪, 刀箭, 一直从远处一直飘过来, 人, 人间看到的是在下雨, 我们人看到的是在下雨, 可是, 有的阿修罗, 每天, 都生活这样, 步步惊魂, 每天都生活在那种, 时间一到, 他们都要躲进皇宫里面, 要不然呢, 就会被射死, 时间一到, 那个箭往远处, 因为业力所感, 阿修罗, 我现在在宫殿, 游玩得很好啊, 去皇宫游玩得很好, 大家都玩得很好, 时间一到, 如果忘记跑进去的话, 就麻烦大了, 时间大, 大家要赶快冲进去, 要不然, 刀啊, 箭啊, 通通射过来, 通通射过来, 苦不堪言, 苦不堪言, 所以说呀, 做人间啊, 有人间的苦啊, 做阿修罗, 有阿修罗的苦, 竟变作清泥之味, 所以, 除此未美, 莫获一口, 竟变作清泥之味, 此类出身, 去舍, 接下来, 绝望千里, 一三四, 阿难, 如是第一, 恶鬼畜生, 人即神仙, 天即修罗, 今言七趣, 皆是昏尘, 诸有为相, 妄想寿生, 妄想随业, 于妙圆明, 无助本心, 皆如空花, 言无所着, 但一虚妄, 更无根续。 看一下, 师父解释一下, 阿难, 如是地狱啊, 恶鬼啊, 畜生, 人还有神仙啊, 天人, 以及阿修罗, 总共今年起来, 共有七道融毁, 都是昏尘, 昏尘就是祸, 诸有为, 有为就是业相, 有为相, 就是业, 妄想寿生, 寿生就是苦, 祸, 祸就是业因, 有为相就是业严, 诸位, 寿生就是业果, 业因, 业严, 业果, 因,严果, 通通加一个业, 那就更清楚了, 你只要要昏尘, 昏尘就是没智慧, 这个昏尘不是我们想睡觉那种昏尘, 就是智慧沉, 沉着了, 沉下来了, 没有智慧了, 什么都是迷惑, 什么都是迷惑, 什么都是没有智慧, 速度的越多, 所知障就越多, 所知障就越多, 所以, 如果到哈佛大学去演讲, 我就不知道第一句话要讲什么, 对不对, 所有的哈佛大学的同学, 除了他有佛法的思想, 要不然你下手做, 都是意识心, 都是意识心, 哎, 1999年, 到北京来, 北大的同学, 说, 如果我们北大的, 你有因缘到北大演讲, 你第一句话, 师父, 你要跟北大的同学讲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我第一句话会跟北大的同学讲, 我今天的北大演讲, 不是来叫你信佛, 而是来叫你认识你自己, 这就是我第一句话要跟北大的同学讲的, 因为我们穿这个, 披上这个袈裟, 以为是宗教, 大家都信, 认为我们信圣于宗教, 其实信圣于宗教就是要叫人家信佛嘛, 不是, 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昏诊就是祸, 诸有为向就是业, 妄想就是受苦, 妄想是业, 以妙圆明无作本心, 皆如空花, 言无所作, 但于虚妄更无根绪, 根绪就是找不到于本根原有, 根绪就是找不到原因, 因为, 但于虚妄更无根绪, 就是, 为什么有区区轮回? 就是因为虚妄, 妄想从来来, 从无因而来, 在这之位, 妄本无因, 若有所因和名为妄, 佛陀在前面已经讲的, 要再上来讲清楚了, 统统是虚妄而来的, 简单讲就是没智慧, 如果更贴切一点, 就是从来没听过佛法, 所以一直轮回, 没有感觉到这个是苦的, 没有感觉啊, 这个是苦的。 此众名其妄虚妄因果, 都是自前来所说, 地鬼处啊, 人即神仙, 天即修罗, 精细研究, 精细研究, 生成往返, 多因若果不出虚妄, 妄情想而以即时下, 则是指妄因妄国来昏尘或也, 有为业也, 无非谁妄想已受圣。 这句要划双红线, 然后谁妄业已受报苦。 为什么要划双红线? 你就知道, 修行就是不要随妄, 修行就是不要随着妄想去做虚妄, 会受果报的行为, 一定要做善, 不要随着妄想去做事, 不要随着妄业去做事。 记得! 那么你要跳出三界, 就易如反掌, 即所谓的祸夜苦三如二叉纪。 二叉纪就是一种水果, 一生出来, 就是三个果, 三个果, 统统长在一个地里面。 要于妙圆明底下, 欲明其妄, 显己其真, 于凡显之。 空跟有, 不居夜妙。 空, 顿点, 要加一个点。 不要说, 空有不居, 不是这个意思, 空跟有, 多束缚不了它。 今天讲, 不叫空, 也不找有, 也不找一个宗道。 空有不居夜妙, 其实这个妙, 就是妙心, 妙真如心, 本来周遍也远, 无所障必, 叫做明。 无作无为, 本有真心。 什么叫无为? 无为从何的? 无为就是涅槃。 涅槃, 从歇即是你, 菩提, 歇即是菩提, 歇即是无为。 所以, 碰到世界所有的相, 所有的元体, 都了悟, 智性本来叫空, 其实当下就是空, 就是无为, 就是无作, 不过, 这个就是本性。 所以, 不必一直去讨论说, 我要找出什么原因, 那么你找不到,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不会有答案的。 我为什么叫他这种老公呢? 就嫁掉了, 我还要做什么呢? 对不对? 看我看, 看这个没出事, 你还要吃辣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世间人啊, 世间人就这样, 台湾话来讲啊, 受到委屈啊, 不图啊, 罪客亏啊, 对不对? 客亏就是最客亏啊, 因为他唱这台语的, 他就是都这样子, 有委屈不图, 罪客亏啊, 有委屈啊, 没透露出来, 最客亏啊, 对不对? 鬼江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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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想空想风啊, 没想着啊, 哎, 就是这样子。 所以啊, 你想要得到, 真心不困, 不困了, 你只要懂得放下, 谢及时菩提, 而且这个放下是放到底的, 连一向都不执着, 任何一层, 一根笔, 一粒纱, 一件衣服, 所有的房地产, 所有的, 你视周围的东西, 你只要常常想, 我这一段气, 就什么都不是我的。 记得师父这句话, 我只要一段气, 人的生命只有一口气嘛, 我只要一段气, 就没有一种东西是我的。 此去去, 皆如空花, 亦虚空亦真心, 亦狂花彼亦去去, 空盐无花, 并目望见, 因为眼睛啊, 并目望见, 并目是指什么? 并目就是指意识心。 妄想心叫做并目, 有妄想心, 就会望见。 所以为什么叫, 大悟的圣人就是, 不见一物, 名为见道。 为什么不见一物? 为什么叫做, 不见一物, 名为见道? 是不是? 比如说, 你这一座山, 哇, 这一座山, 远处有高山, 有雾气, 好, 还有朦胧的美, 空气又好, 对不对? 在圣人看, 没有那一座山, 哪有那一座山? 树空无自信, 石头, 石头空无自信, 突然空无自信, 所有的石头, 石头空无自信, 所有的云城, 云城空无自信, 哪来的一座山呢? 不见一物, 名为见道。 对不对? 不利益法, 名为正法。 那我们就知道了, 言无所着, 底下三句, 正当见发的时候, 当初就出生, 随处灭尽, 其有着落。 注意, 当初出生。 什么叫当初出生? 当初出生, 意思就是, 所有的像, 都是指在当下, 看起来似有, 其实是没有。 当初出生, 就是因为言起。 怎么样? 随处灭尽, 其实是其性本空。 当初所发生的, 源起的假象, 其实其体性本空, 不需要, 等到, 你去分析, 它就空。 它当体就是空, 其有着落。 它源起的东西, 它现在就空, 色就是空。 色就是空, 在座之位, 那你知做什么? 你没听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予空, 空不予色。 既然色即是空, 你所拥有的东西, 岂有真实。 实之欺缺, 但你希望明相而已, 更无根本头戏, 可研究, 研究, 诸位, 分析心, 就是意识心。 做协议不能解脱, 就是研究, 就是分析, 就是推论, 这个就是逻辑, 这个就是理则显。 所以, 任何一个数学家, 科学家, 都没办法成佛。 所以, 那天, 大陆的, 有一个姑娘说, 那师傅, 那你爱因斯坦呢? 爱因斯坦一, 得MC平方, 那只能互换, 这是爱因斯坦这辈子, 最大的成就。 当然, 爱因斯坦里面, 它组的空间, 是可以扭曲的, 空间是可以扭曲的。 一般来讲, 虚空是不能扭曲的, 但是, 在爱因斯坦的理论, 空间是可以扭曲的。 再做诸位, 看一下, 我们讲, 我们这虚空是不能扭曲的, 在爱因斯坦理论是可以的。 这里需要一点, 物理学的观念, 如果你读甲族的, 你才有办法看, 听得懂。 好, 比如说, 这是个太阳, 这是个太阳, 我们如果用一块布, 这块布有弹性, 这块布有弹性, 这太阳很大, 放下去的时候, 放下去的时候, 这布会沉下去, 这布会沉下去, 这布表示各个阶层的空间, 各个阶层的空间。 诸位, 这是一块布, 放了一个很重量的千球, 下去, 布会沉下去。 诸位, 如果你用一块, 一块钱的, 会用小小的弹珠把它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弹珠会沿着, 这个布一直绕, 一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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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到最后, 会跟这个大的千球碰撞, 知道吗? 这是, 太阳的质量非常的大, 挂在空中的时候, 这空中, 空间被扭曲, 空间被扭曲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星球, 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空间的区域, 没办法。 所以, 火星, 土星, 地球, 水星, 等等包括月亮, 慢慢慢慢, 经过了几亿年以后, 慢慢的转动, 慢慢的转动, 因为空间被太阳整个扭曲, 扭曲以后, 这个距离, 就会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所以, 地球最后的宿命, 是撞到太阳。 空间会扭曲的, 这个, 如果没有读过物理邪来讲的, 这个可能完全听不懂, 空间会扭曲的, 没关系, 以后, 再跟那个比较, 念过物理邪的人讲这个, 这个一般没办法的。 好, 所以看最后, 此执掌书银, 其阿难问言, 此道为父本来自有, 为是众生, 忘习生气, 既你妄想受身, 妄想虚悦, 使他以妄想, 忘习生气, 又淫, 但以虚妄, 更无空根续, 此道以非本来有也。 翻过来, 一三四四, 阿难, 此道众生不是本心, 受此轮回经无量劫, 不得真净, 皆有随顺, 杀, 道, 阳故, 凡此三种, 又则出身无杀道银, 有名鬼伦, 无名天趣, 有无相情, 其轮回性。 这都一定要解释。 阿难, 此道众生因为不了解, 我们本来这颗真心, 不是本心, 写法无益, 就是这四个字, 不是本心。 不了解正如自信, 写法就是颠颠倒倒, 就算你念佛, 也用强迫压抑的, 受此轮回经无量劫, 不得真净, 真实的本净, 皆有随顺, 顺着什么? 顺着杀身, 偷盗, 盈益, 杀身, 就欠命债, 偷盗, 就欠钱债, 盈益, 就是生死的根本, 难以脱逃。 凡此三种, 我要修行, 我要解脱, 又强迫他, 不杀, 不盗, 不盈, 杀盗盈是恶, 反过来又变成善, 又此出生, 无杀, 只善行, 无盗, 只善行, 无盈, 有杀盗盈, 名叫做鬼伦, 有名鬼伦, 有, 后面加三个字, 有杀盗盈, 名为叫做鬼伦, 就是你犯了杀盗盈, 你跟鬼没什么两样, 如果你的杀盗盈的习气重, 我告诉诸位, 你下鬼道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在诸位, 持戒清净, 才是修行的王道, 不要讲太多的理由, 你就持戒清净, 不杀, 不盗, 不盈,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杀, 不盗, 不盈, 也不能执着一个, 不杀, 不盈, 底下看下去, 无名天气, 无, 后面加三个字, 无杀盗盈, 这个是善了, 名天气, 前面, 有杀盗盈, 名鬼伦, 那么无杀盗盈, 就会投胎, 成天气, 是善, 有, 诸位写一下, 有无相亲, 有, 就是善恶, 善恶道, 无, 就是四善道, 四善道, 包括仙, 天, 天啊, 人啊, 阿修罗啊, 仙啊, 阿修罗有的, 那是仙道的, 天, 人, 修罗还有仙人啊, 有的天道, 是是阿修罗道的, 天道也说是仙道的, 所以在有无, 就是有三恶, 有杀道盈, 就会转生成三恶道, 那么无, 杀道盈, 就会转生成四善道, 是相亲的, 相亲就是轮回, 我取代你, 你取代, 亲就是取代, 有时候善取代, 有时候恶, 就取代善, 这个就是轮回向, 相信其也轮回向, 我宁愿, 前无妙心片缘, 何有欲鬼, 然天等道, 故此劫世, 有杀道盈三位根本, 真卖淫, 上言更无根续, 而此幼直, 并跟者, 该妄谁无体, 其故无因, 其故就是本来, 本来就没有无, 原因呢, 而妄理相应, 虚非无, 非无就是不能这样说, 故父子之, 所以父子也, 阿难, 此等欺去一切众生, 继前面阿难怀疑说, 佛体是真实的, 因何又有地义, 恶鬼畜生, 修罗人天等道呢, 简如来, 已不是本心等世之, 本心者就是本有的妙命真心, 也就是佛体真实, 也不是佛体真实, 佛体真实, 简单讲, 这个真实, 最重要在强调什么? 就是不虚妄, 真实就不会答妄想了, 如果你悟到, 佛体真实, 你怎么会答妄想呢? 怎么是虚妄地执着这些假象呢? 我执法执呢? 诸位, 就是悟到真实的人受到天大的委屈, 他也不会感觉一念的痛苦啊, 因为诸法本来就空啊, 就是人家白的跟他讲, 完全是黑的, 他也不会难过啊, 对不对? 那全世界都骂他, 他也不会难过啊, 因为他没有这样做啊, 所以佛体真实, 所以受此区区轮毁, 今无量节, 恶道枯为不尽, 而善道尽, 也不是真, 以思惑种之, 诸位, 思惑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指习气, 思惑, 重要的就是指习气, 贪嗔痴慢疑的习气。 那么免服战事之中, 潜藏在战事之中, 服而不断, 只是潜藏的并没有断啊, 因为没有空慧的思想, 要断就要空慧的思想, 所以要有空慧, 又必须建立在三面的定, 因此有定, 就必须要建立在戒, 为什么能够定? 你一定要建立在持戒, 所以戒因戒, 而生定因定而发慧, 使使命三如漏险。 所以吃戒, 才有机会进入三面, 进入三面, 你才有智慧, 你才有机会开这个大智慧。 所以这福而不断, 并不是真净, 又不适及祸道, 受此轮回及业苦两道, 都是由底下, 生命虽业, 言虽不得真净者, 都是因为怎么样? 谁顺杀道颖, 杀道颖故, 则成三恶, 凡此三种, 之其为恶道之音, 而以为之, 为之就是弃, 弃恶, 而以弃恶, 又则出身无杀道颖, 则成世善, 世善就是天人, 阿修罗, 阿修罗还有仙人, 因为阿修罗有一种修罗, 是属于天道所设的。 三恶, 故非可随, 世善, 亦当舍离, 亦当舍离, 以同四弗三界之根本也, 有名鬼伦, 有杀道颖, 就是鬼伦, 无名天气, 有则成三恶, 堕落三恶道, 山徒, 第一也就是恶鬼之伦类, 五则成世善, 没有杀道颖, 顶多好一点, 但是还是继续轮回, 得生世善道, 其明天气以天去, 设仙人阿修罗固, 有物相勤, 其轮回信。 勤者就是多, 多有从无, 从下身上, 则成世善道, 多有从有, 从上最下, 则成三恶道, 有事后多不一, 颠倒轮回, 譬如江轮之高下。 诸位, 我们取水的那个井, 井轮, 取水, 你也看啊, 我们以前在这个田地啊, 或者是河川的旁边呢, 那一只轮子啊, 一踩一踩一踩, 水就一直进了, 一直进了, 现在的人看不到, 现在都是马达啦, 对不对? 诶, 现在都是马达。 譬如, 井轮之高下, 整齐有序啊, 吾有修训, 所以称为轮回信, 是有为生灭现故。 一三四五, 中间经文, 若得妙发, 三目提者, 则妙常, 即有无, 恶无, 无恶意灭, 三无, 不杀, 不托, 云和, 更随, 杀, 到, 云士, 这段一定要解释, 若得妙发, 如果得妙发, 就是妙三目提的, 就是从耳根门, 进入不生不灭的妙智啊, 观照这个妙理啊, 反文字性的意思啊, 被称和解了啊, 若得妙智, 造妙理的三目提, 就是三昧, 那么这个就开采出了妙真场, 啊, 那么, 那么本妙, 本真, 本常, 本集, 开刷出来以后怎么样, 不找一个有, 也不找一个无, 所以有, 沙道颜, 或者无, 沙道颜, 此恶, 若无, 此恶, 这两种有, 沙道颜跟无, 沙道颜, 此恶, 好像也没有, 因为进入了, 三昧, 那么连这个不恶, 此恶, 也无, 那么现在呢, 无恶, 这个不恶, 连着不恶之心, 无恶, 后面加之心, 这样才看得懂, 是吧, 连, 无恶之心, 也灭, 而我进入了, 有, 也不可得, 无, 也不可得, 我这个心, 还有, 找一个无恶之心, 也灭, 那么就是真心了, 我们这颗真心呢, 绝对不会去犯, 沙道颜, 就是真心善不杀, 不道不颜, 何况, 会随着妄心去做, 沙道颜之事呢? 因为有真即无妄啊, 对不对? 那么有妄, 就无真心啊, 所以整纪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妙发了, 正三魔地, 妙至照妙里, 得真妙, 真长真吉, 那么, 沙, 有沙道颜, 还有无沙道颜, 这两个根本就不存在, 连着不恶的心也灭了, 就是恢复到真心, 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根本就不会有沙道颜的事, 更何况, 其谁妄心去干沙道颜之恶事呢? 此欠修大定, 一定要能除病之身根, 若得妙发沙漠提者, 知妙耳门, 原通也, 从妙里发妙志, 以妙志照妙里, 其反文文字性被称和解。 沙漠提, 本经佛告阿难, 有沙漠提, 明大福顶, 首嫩银网, 记住万恨, 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 妙庄严路, 持见修大定, 妙藏集者, 文性三种德项, 五七七之细符, 叫做妙, 五七七之生命, 叫做藏, 没有七七之流转, 叫做吉, 但能反文如是文性, 则有之三恶道, 有杀道银的三恶道, 没有杀道银的四善道, 二具无有, 故银有无恶物, 持着窘超凡外, 分断生死, 先得人空, 正有意捏盘, 二处三界矣, 若能将无恶之性, 一界消灭, 正所谓断性义无, 故银无恶意灭, 此则窘超, 全小便亦生死, 乃是空性圆明, 存法解脱, 以至聚空不生, 正无疑涅槃, 无疑就是究竟, 因为小圣只断人空, 还没有正的法空, 说还有余, 那么现在无疑涅槃, 无疑就是究竟了, 烦恼断尽了, 安住在所能言大定余, 当此之时, 善无浅晓, 不杀, 不托, 不赢, 云和跟随凡外, 作杀到营之事, 是正道善不屑为, 不屑为就是动念行正道, 都没有这种观念, 正道善不屑为, 就是我内心里面都不会执着, 一直在行为, 我在执着说我在行正道, 真正行正道的人, 是不执着一个正道, 这是真正正正正道, 连行正道都不执着, 是正道善不屑为, 我连正道都不会动念, 说我在行正道, 也不执着说我在行正道, 何况邪道, 其肯为之, 出这药并双举, 敬。 好, 一、三、四、六, 东间阿难, 不断三叶, 各个有失, 因各个失, 众失同分, 非无定处, 志望发生, 身望无因, 无可寻救。 意思就是, 共业跟别业都是妄想所感, 所以并没有因可以追寻。 阿难不断, 如果没有断, 断除杀业到盈, 不断这个杀到盈, 三叶各个有失, 看起来, 各个都必须有失, 失, 失就是失受, 去接受这个业报, 那么因各个有失, 失受这个业报, 但是呢, 可是众失同分, 众失之中, 众失之中, 又如同有同分, 受苦之处。 同分呢, 后面加四个字才看得懂, 同分, 受苦之处。 同分, 受苦之处。 再解释一下, 阿难不断杀到盈, 各个看起来好像狮子在接受这个痛苦, 因而各个有失受, 但是, 各个失受的众失之中, 又如同有同分, 受苦之处, 就是有共义所感, 看起来有相同之处, 非无定处, 并不能说没有一个定处。 自妄发生自心妄想所产生的, 自妄发生自心的妄想所发生的, 而生妄是无因, 生出这个妄想, 其实啊, 去推救它, 去追寻它, 是查不出原因的。 生妄无因, 生出这个妄想, 本来就是妄想, 是没有因的, 是不能去追寻, 去推救的。 因为若有所因, 何名为妄? 妄就是妄啊, 对不对? 妄就是不真啊。 如果你了悟了真, 何名为妄呢? 所以啊, 因为若有所因, 何名为妄? 所以这个妄本来就无因。 此政大前问地, 唯有定处为父自然。 彼彼发业, 各个失受。 前面阿难但问地受果的时候, 这同受也, 是失受也。 同受就是共同所受的痛苦。 还是失智, 受的痛苦呢? 是通杰七七也。 三业就是杀倒眼, 又不断是三种恶业, 则各个有失造别业, 因各个有失造的别业, 在众失同分之中, 废无定处, 即与别业同报。 就像人类一样啊, 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地球啊, 千人千斑苦啊, 苦苦不相同, 可是受苦的都在这颗地球上。 这地球看起来有一个地方让你受苦, 是不是啊? 可是地球空无自信, 你的业报还是妄想心所产生的业果。 无论是地球, 无论这个无印生, 都是缘起无自信的。 所以啊, 看起来有, 不能说没有, 可是有却是空无自信。 此前二季佛捷达造业各师也, 此三季捷达受报有同分地也, 后三季总结毕竟虚妄, 而言七七果报, 但由一念妄动而发生, 并非心外的。 妄之一致, 这指最初一念生相无明, 无明本空如前所云, 妄性无体, 非有所欲, 故也生妄无云, 无可追寻穷救, 就像虚空花, 虚空本来就没有花。 有一天啊, 花如果灭掉的话, 你还在找, 到底为什么会灭掉? 虚空本来就没有花。 你还找到灭掉的地方, 这是严重的错误, 本无所有啊。 一三四七, 如是修行, 生欲的菩提, 要出三祸。 不尽三祸, 中的神通, 皆是世间有为功用。 习切也不灭, 若以磨道。 若虚, 虚就是, 你要好好的勉励自我, 好好的勉励, 修行。 你如果想要真的, 阿奈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一定要出三祸。 三祸, 一定要杀道瘾, 彻底把它出尽。 不尽三祸, 如果没有彻底出尽杀道瘾, 中的神通, 都是世间, 有为, 有为当然就是生灭了。 有为功用, 有为功用, 就是没办法了生死的了。 中了你做了很多的善事, 仍然是有为生灭的善事功用。 如果你内在的, 生出的习气, 不灭, 不除掉你那杀道瘾的习气, 那么, 中了你, 很想修行, 很容易就落入于魔道。 此, 正欠, 续出三祸, 续就是免也如, 勉励真实修行, 遇到无上菩提者, 要坚持不断三祸, 即杀道瘾, 因迷惑不了, 是轮回根本。 既明为祸, 不但只出三恶之有, 亦复更出四善之五。 是为有无恶无, 又不止一词, 甚至无恶之心也灭, 无恶之性亦复灭除, 这个就是断性亦无了, 恢复到真如自性。 真如没有能断, 没有所断吗? 不尽三祸, 但除是恶, 而不除是三, 这对待不尽, 至若善恶皆除, 这断性存在, 以为尽三祸种子, 纵然以常定之力, 都发相似神通, 也不能超出世间, 成就无作妙力。 究竟即使世间有为功用, 有肉而已, 习气不灭, 对境复发, 重能上升, 终必弱于天魔外道。 所以大家要努力啊, 断除习气了。 虽欲出妄, 倍加虚畏, 如来所为, 可爱连着, 如妄制造, 非不利就。 这段要解释一下。 虽欲出妄, 你动一个念头, 不了解妄, 妄性本空, 还要把这个妄除掉。 妄本来就是不可的, 妄本来就是妄, 了物妄性本空。 妄性本空, 你出一个, 要动一个念头, 要把妄除掉, 那么就是妄上加妄了。 妄不可除, 妄不妄体本空, 记住师父这一句话, 妄不妄体本空, 妄可除, 妄可除, 虽欲除妄, 你动一个念头, 要把这个妄性除掉, 就加倍的虚妄, 如来所为可怜民者, 可爱连着, 如妄制造, 非不利就。 这个是, 尤一无名, 聚生无名, 一念无名, 虚妄的造作, 不是菩提之机哦, 跟菩提没什么关系。 一三四八, 此承接上吻, 既若天魔外道, 随意修习, 消除虚妄, 卑加虚妄, 宝尽书云, 以凡夫天人不达真修, 向外求欣, 亦是虚妄。 而况, 外道天魔全无正念, 而亦除妄者, 正是以暴自暴, 以妄除妄, 这细微当中, 更加一倍细微者。 以故如来, 说此欺欺, 真可为哀, 而可怜者, 正麦这么说, 被交虚妄者, 如各自, 为得无上道, 此事假, 四字以妄言, 成神通而造业, 为远通, 违背了远佛道之远通, 远就是离佛道太远, 为远远通, 违背了远佛道之远通, 被涅槃成, 枉费功利, 方成恶因, 故如来生明者, 且如问佛体真实, 因何富有人天等道, 故达之业如妄之造, 非佛体救。 所以明现前种种诸妄, 皆由如自心所造, 是非菩提之故救, 菩提就是佛体也。 在座诸位,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道理,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 要修行, 实在是难。 我要昨天打电话, 跟逢甲大学的陈中心联络, 因为普吉佛学是五十周年, 要, 要, 刚好五二零, 五二零师父也刚好, 是上课的时间吧。 每一年, 大家都有聚会聚会, 那师父都很忙。 那今年是经济年, 我也没办法回去。 我昨天打电话, 跟陈中心讲, 他说, 这佛学社了, 现在没人了。 这一学期, 换了三个社长, 没有人要干了。 我说, 那学生, 剩下多少人? 剩下, 我, 你, 哟, 就剩下了。 所以, 你就知道, 大学生, 没有人要学佛。 我去台大上课, 台大的情形怎么样? 他说, 台大也分了好几派, 一个佛学社也分了好几派。 我说, 精进的程度呢, 他说也很辛苦, 我们要开了这个中观的课。 中观的课, 有教授要来, 有法师要来上课。 结果, 师父你知道, 来台大的学生, 来上中观的, 有多少人呢? 也是, 我, 你, 呦, 也是一个。 还是一个。 那你就知道。 因为佛法, 它是无形象的东西。 它这种东西, 除非, 你有。 真的去, 尝到这个法的喜悦, 经过了人生的痛楚以后, 突然听到这个佛法, 很震撼, 很相应。 不然现在学生, 对不对? 所以, 我去台大上课跟他们讲说, 如果今天啊, 那个阿妹要来去上课的时候, 要来台大体育馆唱歌啊, 对不对? 那就会, 门票很快就售完了。 或者是外面啊, 卖那个, 香鸡牌, 打半折就好。 香鸡牌如果一个一百块, 假设说, 剩下五十, 或者一个五十块, 剩下二十五块, 打半折, 很多的学生就会在炸鸡牌那边排队。 好, 再来, 如果是周杰伦要来签个名, 三阴的, 签个名, 可能就会大排长龙, 或者是说, 外面有LV啊, 或者是玄奈啊, 打一折, 包包, 一万剩下一千, 就有很多学生要买一个来背啊。 你看啊, 要上课这佛法, 佛法你看看这什么通通没有, 对不对? 有谁要写的, 也不是青黄赤白黑, 也不是长短方言, 又没有什么东西, 用本性用拆的, 又拆不着,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放下也不对, 不放下还是不对, 想了老半天, 那是在说啥呢? 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谈, 当然大家都不信佛了。 所以我们啊, 跟同学讲说,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 那一讲到, 一讲到这个, 树, 吃树的一个, 席开几桌, 席开几桌, 同学呢, 只要一个佛学讲座, 几百个人听演讲, 那时候的大学生, 你看, 跟现在的大学生, 没有人要信佛了, 所以他一直希望, 我回去, 做一次演讲, 我就跟同学讲, 这个也是没有用的, 呼叫它是持续站的, 不是游击站的, 突然去打一场战争, 造成了很多的, 我回封讲, 那些演讲, 很轰动, 可是问题, 问题是你, 我讲演讲回来以后, 谁去支持? 他不是像讲堂啊, 讲堂, 这个礼拜上完后, 我又期待下个礼拜, 我上年要上课, 我知道上年一定会上课, 他持续一直鼓励你, 大学生不一样啊, 对不对, 大学一年级进去的时候, 迷迷糊糊, 什么是佛, 不知道, I don't know what is but that, 不知道, 大二的时候, 懂得一点皮毛, 功课加重, 像我们当时修的时候, 修二十几协分, 将近三十协分, 二十几协分, 一协分就是一堂课, 二十八协分就是一个星期, 二十八堂课, 提议不算啊, 那你想想, 大二的时候, 到大三的时候, 功课最重, 所有的课程, 大三就是最重的, 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大四的时候, 大家都要当兵, 要考研究所, 考研究所, 大一进去, 对佛法懂一点皮毛, 大二懂, 更深一点, 功课太重, 大三, 所有的功课, 大三最重, 那大四, 就准备考研究所, 或者出国, 或者当兵, 现在是募兵制的, 所以, 大一大二, 大三大四, 每一年, 都是缺少人才, 这个不只是逢甲大学, 我去上过三十几所大学, 演讲, 都是如此辛苦的经营, 你看一个学习, 换三个社长, 就是没有人要干了, 等一下, 我去上过三十几所大学, 我去上过三十几所大学, 你就知道, 要学佛有多难, 大学生就这样, 寥寥无几, 千黄不接, 等你就是这样, 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没办法摆脱的, 梦魇, 没办法, 所以我跟同学讲说, 你们今天, 老同学来参访师傅, 我知道你们的用心, 你也知道, 老同学一个在教际, 有一点小有名气, 我知道你们的用心, 是希望我邀请我, 回宏甲大学去演讲, 这个我可以理解跟体会, 但是绝对不是说, 我今天回大学去演讲, 一次就可以把它振兴起来, 因为那个持续战的, 你要让一个社团兴盛, 要持续战的, 大一, 大二大三, 大四一下考研究所, 再来就是从大一啊, 从头再来啊, 乍业, 等到他懂, 对佛法懂一点匹马了, 大四要毕业了, 再从头大一招收新生来, Freshman, 新鲜又来, 再来遇到, 又不够了, 什么是好, 我不知道啊, 所以他就难, 他就不是像讲堂这样子, 你们这样栽培三年五年, 你们都没有走, 对不对, 对不对, 男人你看, 自你们的身体, 自你们的身体, 自你身体的身体, 自你身体, 自你身体的身体, 哦, 《三母》主百多, 原来啊! 尽今到今天, 变成老女人了, 你看, 有二十年的历史, 这个才有办法。 所以那个每次大学, 要演讲, 其实很困难, 还像蜻蜓点水一样 很困难 这个就是苦衷 佛教之所以在各大学里面 那么到今天为止很难去 这下还分 我们到台大去的时候就分 还分慈祭的 法谷山的 分佛光山的 分状态禅室的 一个晨曦车才几个人 分分分分 分分 不分就我们出讲 等一年也不 也没有啊 所以现在的大学生来协谱 真的是很难 几乎不可能 这言归正传就是在座诸位 法师你能剃度出家 你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要好好的以正法为依归 在家居士 今天你有因言 听任言大法 这个绝对不是一生一世的善感 这绝对是无量 一直来种下去的善根 重要的就是要把身体照顾好 那么关于大学的话 已经不是今天的问题了 我每次来 大学生来参访 我也是都是跟他这样讲 所以我去台大的时候 他同学就跟我讲 师父 台大没人了 怎么办 那在前 前几年 台大的同学跟我讲说 要不然呢 师父你来台大上课 我们上十四奖表 每个礼拜上一天 我说你们在台北 又不是高雄师大 我们就去上过 每个礼拜上一天 这个高师大 还是比较快嘛 对不对 台大没法 还要坐飞机嘛 是不是 坐飞机 以前要一起 两千多嘛 来回四千嘛 是不是 现在高铁 就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在台北 就比较不方便 有长距离 这样跑来跑去 我说哎呀 这个没办法了 时间上实在是没办法 I'm sorry 还是进步险啦 进步险 没法度 好了 那就是讲到感慨 邪佛的男人可贵 真的是很感慨 再来就反过来 就是赞叹在座诸位的善根深厚 善根深厚 底下 叛决邪正 就是说者名为正说 若他说者 即魔王说 若使能做事说 欠人遇得菩提 要尽除杀恩或杀道颜 此人就是代佛宣扬 名为正说 如果赞叹杀道颜 不爱真修 无需断绝 此人就是魔王之邪说语 弃 你着眼便是 气就是要积极的 急着 急于着眼便是 物为所获 古德这么说 修禅不知戒 即是木诺业 就是你修禅 但是你不断杀道颜 那没有用的 就是 所以 福法 重视事修 重视事修 一望修 一望 真是可怜免 实之 我正说 精臂 从说 七七 不但三恶当断 重视 事善也不得早 义父要离 离就是不能早 所以 真正一个修行人 做任何的善事 弘华立身 布施在座的钱 都绝对不会 执着 一点都不会 应该知道 本性并没有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责任 是一切注定而已 所以 注意底下那个 大颗坛 七趣欠礼 这七道轮回 没有一处 可以安身立命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所以要欠 一定要离开这个七道 你怎么样拥有 还是会轮回 还是会轮回 以前也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说 哇 看到那个 看到我们那个 五月十三亿 姓红 陈皇爷 哇 这么热闹 我这干到 陈皇爷这么好 那个神 共评之不完 大家对这么恭敬 以前也不懂 说 那个 那个 妈祖 哦 那个妈祖 北港妈祖 那兄 我真好 做神 这么好 以前也没学佛 也不知道 哦 这干到妈祖 不错 大家都祭拜 我去妈祖庙 北港的时候 因为我家家乡是在云林啊 北港四湖乡嘛 就拿香 也去 去 妈祖啊 我妈妈就说 我妈妈说 啊 我们啊 妈祖跟我们很有缘啊 我们要去拜妈祖啊 只要经过北港 就去 妈祖庙 拿香 拜拜 拜拜 因为佛法 什么都不懂啊 从小就拜妈祖的 那小时候就说 哦 这妈祖不错 东西那么多 吃不完 嗯 可是不敢跟妈祖偷拿 怕哦 妈祖惩罚 哎 因为小时候就有那个神的观念 不能偷拿妈祖的 嗝啊 叮啊 对啊 对啊 哎 后来 哦 慢慢长大了 学佛以后 啊 学佛以后 啊 才知道说 哦 原来那个妈祖 还是神啊 这些五月五月十三 这个城房 还是鬼去的 有钱的鬼哦 连土地公都不是佛法 后来再慢慢 哇 那个严宵节 以前那个严宵节 台北那个严宵节 都去做那个仙女 仙女 做那个七仙女 仙女 都这样 用彩带 彩带 电动的 我说 哇 这仙女 是怎么没办 怎么这仙女 都不就 你也是 好像 丢到皮皮刀 这玩意 很严重 这不知道 什么变 你看那个仙女 哇 这个仙女还蛮辛苦的 后来想说 这个天界不错啊 这个仙女 长得那么漂亮 要不然去脱胎 天道去起一个仙女 那也不错 后来又看到经典 哇 连这个仙女一点 都不值得 去向往 为什么 这个还是六道轮回 还是六道轮回 所以在这之后 这个没有邪佛以前 总是看到 这些 好像高于人类的神仙 对不对 就很向往 还有看那个布袋戏 李冬兵 那些 严出声 对不对 领求六队 哇 动动唱 这这么好 那怎么会练到这么厉害 练到这么厉害 所以 以前常常有小说 电影 这位构情 投胎成 天界 看了这个佛法以后 哇 这些都是骗人的 所以 七七 欠你后面这个 已经淹了 你一跑进去 那就这样 淹水把你淹的 流住那个地方 流住那个地方 好 这个 大佛听说 《嫩言经》讲义 第十五套 造成一个段落 段落 那么 我们《嫩言经》 总共十六套 十六套 第十六套的 就是 五十种阴谋 一三五零到 一五六五六七 大概两百多页 那么这是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篇幅 那么第十五套 就是 讲义到这个地方 好 那么师父发一个悲心呢 要立无量众生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嫩言经》 《义冠》 把义冠请出来 下个礼拜 十二号 带这一本来就好 带这一本来就好 把义冠请出来 没有带义冠的人 跟隔壁公家看 因为常常会悲心呢 都会这样 好 一一九二八 一一九二八 那么在这里强调一下 因为有的人书读的不多 所以对这个文言文 看起来实在是很辛苦 那师父的书读的多 那么看这本 也没有任何的障碍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书法的人 书法的法师 他是顾虑到底下人的根气的 不能用在我的角度的 我们读过文言文 四书五经 古文观者通通背了烂透了 对不对 大学中庸都看得透了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我们看的是很简单 easy easy 但是对这个 如果念小学的初中 他们读过文言文 这本来就是有点尖色 可是佛法要立上中下的根气 上中下根气 所以师父不厌其烦的 一定要再把这个 任言经的义冠 再简单的浏览一遍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这个义冠 这义冠里面 增加了很多的道理 很多的资料 是值得我们去推崇 去遵循来看的 一点都没有觉得说 我们浪费时间 但是因为他是白话文 所以我们是稍微快一点 需要碰到 需要解释的 师父会解释 三界去去众生 生罪之因已果 为何一真如剑 人生六道 所以再给一次机会 今晚 即从做起 当然前面要叫阿难 阿难即从做起 定理佛祖 合掌恭敬 恶拜佛言 大威德世尊 持音无哲 散开众生 威系成佛 令我今日身心快然 得大饶意 世尊 若此妙命 真境妙心 本来片源 如是乃至大地草木 软动寒灵 本源真如 即使如来 成佛真体 佛体真实 迎合富有地义 恶鬼畜生 修罗人天等道 世尊 持道 为父本来自有 为是众生 妄惜以生起 主事 即从做起 就此处言文 省力的主词 阿难 大威德 威 因为具足 能折服一切众生 十二类生 颠倒妄想 所以称为威 此时降服 法所显 得 为能设受 教化成就 五十五位 贤圣 所以称为德 此为习摘 正义法 所显 大则 能调 无不调 中间加一个所 能调服 无所不调服 能调 无所不调 能设 无所不设 能义 无所不义 这样语义 更圆满 能调 无不调 那这样 录掉一个所字 能调 无所不调 能设 无所不设 能义 无所不议 所以称为大 又密教宗 有一尊叫做大 大卫的名王 是为无始巨生 无名 什么叫做巨生 与生巨来的 这个就是 孔子讲的 十色性也 隐时而难以 是与生巨来的 十色性也 就是无始巨生无名 但是 孔子讲的是四项 后天的四项 后天的四项 这里讲的是 深层 最深层的 维系 无始巨生 无名 也就是 能且经所说的 留住身 留住住 留住意 留住灭 这个留住 就是深层的维系 就像你看到的 瀑布 瀑布一样 这个瀑布 哎呀 这是像 是像 但是呢 瀑布是每一个水滴 水滴 水滴 这样水 维系的水滴 这样连接起来的 所以看到瀑布的像 叫做像生 像住 像灭 看到 科学家了解 这个都是H2O 水分子 所构成的 那个 就叫做流住身 流住住 流住 易流住灭 浅流 叫做像生 像住 易灭 浮流 深层的浮流 就是流住身 流住住 流住 流住灭 好 粗躁的 粗躁的生灭 叫做像生 像住 像灭 唯系的 难以觉察的 就叫做 流住身 流住 流住 易 流住灭 好 再做诸位 今天 我们呢 看这个 衣服 我们今天呢 穿的这个衣服 明天呢 换了另外一套衣服 后天呢 再换另外一套衣服 这个叫做像生 像住 像灭 像义 像灭 可是我们的指甲 的成长 我们的指甲的成长 这个就是流住身 流住住 流住意 流住灭 我们的头发的成长 就是 流住身 流住住 流住意 流住灭 我们的细胜 我们的细胞里面 新陈代谢 除非用显微镜看 新陈代谢 对不对 要不然用肉眼 很难去观察 来 这个就是维系的生命 看底下 如大海底之潜流 其势力速度强大 涵盖的面积广大 且深层不可见 众生之成佛 也是如是 世俗强大 而且涵盖 层面广大 然 且深层 而非反复 输演 所能见 本言真如 其体之本言 皆具真如 即使如来 成佛真体 承上而言 一切众生 共居的本源 真如本性 即使释放 一切如来 赖以成佛之真体 翻言之 释放如来 若没有 无此 生佛共聚的真体 即不得成佛 仁天等道 等道就是 喊鬼道 神道即仙道 以此诸道 介于仁天之道 此道 维护本来自由 此道 此等诸道 此即位 这些六道等 是真如之体中 本来就有的呢 也就是问 是否真中含旺 为众生 旺席生起 还是从众生的虚妄 业席 里 中生起的 也就是 还是从众生起望呢 到底是真宗含旺 还是从众生起望 一贯 此时 阿难 即从座气 定理佛祖 合掌 恭敬 二百佛言 记住大为大德的世尊 以此因 无有之限的 善开解一切众生 无始以来 无始以来八事威蜘 深层之祸 都是破解 万贵 以令我今日真心显现 身心快然的大饶意 世尽 世尊 等到出现 等到出现 世尊 此等 周到维护真如体中 本来是有真宗含旺的呢 还是 以为是从众生 希望 业习力中 生起 也就是从真起望的呢 今晚 世尊 如宝莲香比丘尼 持菩萨界 四心淫义 妄言 行淫非杀非偷 无有业报 发誓意 先以女根 其大猛火 后以解解猛火 骚然度无间义 流利大王 三心比丘 流利为主 驱探 祖信 善行妄说一切法空 深深陷入阿比地 持足地 唯有定处 维护自然 比比发业 各个虚受 为最大词 开发同盟 领住一切持继众生 闻皆定义 还谁典待 尽皆无犯 注视 实行淫义 实施 实行是切行 偷偷地淫义之行为 妄言行淫非 非杀 非偷 无有业报 这个就是破戒 前面是破戒 这个是破戒 这是狡辩 说行人既没有杀人 也没偷人财物 一人无损 所以没有业报 这是既破戒 微犯福特的借力 又破戒 毁正之戒 两者皆属于破法罪 其罪顺重 以破如来法身故 先以你根深大门火 以营义热闹属火 且犯营界 属破大戒故 故意去营根 起大叶火 结结 蒙火燃烧 烧燃 结结 是指父母 生生之各个之节 以形音的时候 需使用父母 生生之所有之节 方的碎形形色 因此各个之节 一起火燃烧 始为花爆 在座之位 不值得 这个射身会败坏的 这个射身充满着大小便的 而且烂了 死了以后会长虫 在座之位 用这个射身来做功德 行善者可以 完成你的责任者可以 用这个射身来享受 杀到盈 造了无量的恶业 下地实在是不值得 因为你带不走 这个射身 你现在所造的这个恶业 到灵命中的时候 全部都清算 你这辈子 所造的这个恶业 都是这个射身 而这个射身 它是全身都是虫 全身都是大小便 全身都是血淋淋的浓血 没有一处是干净的 用这个恶臭的身体 来猛烈的造这个地义的因 实在是悲哀不值得 多无见义 此为果报 多无见地义当中 受无尽苦悟 琉璃大王 善行比丘 此二人 此二个因杀业 以邪剑而多地义 琉璃为祖 祠坛祖姓 琉璃王 为波士尼王子太子 琉璃王 与世家族的恩怨 的因缘是这样子的 先前 波士尼王向世家族 也就是曲坛祖求婚 的曲坛 又意为乔达 乔达摩 这个世家族呢 恐怕 惹不起 波士尼王 若不许婚 波士尼王会假怨来攻打 如果许之呢 又本非所怨 后来啊 世家种族啊 就以一个公奴的卑女啊 假装是世家种之女 而嫁之 琉璃太子 就是这位公卑 即波士尼王 所生之儿子 后被立为太子 琉璃太子年少的时候 有一次回外婆家 恰巧世家族为佛新建了一栋讲堂 庄严辉煌 讲堂中已经设得如来法座 佛尚未做过 琉璃太子 你年幼无知 竟然先坐了上去 世家主人就骂说 你这个卑女见种 所生的人啊 有什么乎得配坐在这个座位上 这个是佛做的呀 一时就把他赶出去 后来世家主人以奴婢 你这直坐过之处为不敬 不敬 因为印度这个种性制度 到现在也是哦 你去印度去看看 到现在也是哦 这个种性制度是没办法 打破了一个范围 没办法 你去印度看看 那夏剑总 他就是一辈子就抬不起头来 因印度种性制度当中啊 废射以及守陀罗为贱辱 贱性又称为不可处 以物为故 所以高贵总性不予共作 共贤 甚至还因此绝地九尺 将法座重新了照过 这实在是 实在是说不过去啦 小朋友啊 不知道原谅就好了嘛 对不对 念念咒啊 吃吃大杯 做谁撒一撒就净一净就可以啦 是不是 我这个作字啊 我做的这个成译啊 如果有那个什么夏剑总来做 没有我路那没有关系啦 对不对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跟这个相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啊 流理太子啊 受到这个五路啊 就誓言啊 必杀尽了 释迦而护修 太子长大之后啊 肺腹之力啊 就兴兵欲来灭这个世家种族 佛成三度 作为行军必要之要道上 佛有神通 那这个故事典籍啊 有画成漫画 漫画 我有看过啊 一一主旗兵通过 流理王见世尊啊 挡架 即无言而退兵 此之再来 如是这三次 福乃探言 定业不可转啊 所以不再去阻止啊 流理王这军队通过 穆监连见佛 不再救世家族人啊 便以自己的波啊 宰世家族五百人 而去神力安置在天上 我看到这一段啊 安置在天上 被它动得掉 诸位 距离我们这里啊 飞机啊 飞了两三万英尺啊 是零下五十度啊 对不对 要装上去以前 可能没有身穿衣服啊 你想想看 这怎么有办法呢 就拿上去 在天上也拿下来 也没妖死也冠死 流理王大惊盗 大势屠杀 此时流理王 为要杀尽 每一个世家族 因此甚至 兴起了要杀佛之心 这个事很糟糕 连佛都要杀 然而当他去见佛的时候 全身毛骨从蓝 而不敢杀 佛便借流理王 于七日之后 当入地狱 流理王心中害怕 便立刻侧军 领军沉船入海 想要赶快逃走 七日实现一道 大海子中 突然自然冒出火 夜火就现身了 流理王的大军 尽受凡灭 大兵灭后 暮连见佛 向佛报告说 我用剥救了五百人 送到天上 现在已经将剥 起回了 佛向穆金林说 定夜不可转 非如神力所能奈何 暮连将剥 打开一看 这五百人 净化成血水 这段对我的启示很重要 我碰到难度的人 我就是会讲这句话 定夜不可转 非我们法师有这个能耐 巴巴的了 所以我就没要去躲 我都会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看到难度的众生 我就会想到这句话 很好用的了 不去度他也不会难过 为什么 因为他就没能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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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